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西 太行人 山里人 年轻 家里边呢 家庭环境也还不错 你按现在说呢 是山区人 咱们中国人呢 管这个太行山的宜盟山区呢 都叫老区 或者山区 这是现在的叫法 总算为这儿的人的生活不是太好 其实也不然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风云亭家里边呢 过得就还不错 但是才其人不其 年纪轻轻的呀 丧偶 小两口结婚时间不长 这个老婆 得病故去了 那么男人死的老婆呢 很伤心 尤其风云亭 跟媳妇的感情啊 还是很融洽啊 两口子呀 感情非常好 现在这个女的一死呢 风云亭是独物私人 新婚不久啊 看着屋子里边啊 还有当年刚结婚的时候 动房的那个样子 看哪哪儿别扭 那精神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家里人呢 也很着急 过去是这样 无孝有三 无后为大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你 到了一定年龄了 家里边 家大人做主 就给你娶媳妇 或者给你找婆娘 男女青年自己 做不了苦 可是这回呢 这个媳妇死了 风家呢 也看出风云挺难受的 也没人好意思啊 给她再张罗亲事 那意思让她自我排遣一下 说现代话呢 从这个丧偶的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吧 但是她还是不能自拔 情绪十分低落 时间一长 家里人一瞧这不合适 老这样哪儿行啊 可就提出来 再给她找媳妇 这一下风云挺不乐意的 她这前妻啊 这王妻啊 这个感情很重 虽然说媳妇死了一段时间 又是得病 还就是她的命 那没办法 但是这么长时间还是想念 她在家里提出来 你们也别着急 我也不是不带娶 但现在我啊 真是不想再结婚 那家里不管 那你老大不小的 耽误不起啊 我呀 出去转转 咱们不在山根底下这儿住吗 我上县城 太行去 我上县城里边住几天 换个环境 哎 身边的人啊 东西啊 都变换变换 这样呢 我渐渐的 我就把原先的媳妇给忘了 再回来咱们再说 要不然现在这屋里啊 铺的盖的使的用的 完全都是她的东西 家里都听她这个理论呢 哎 也可以 反正你自己能调解就是了 岁数又老大不小的 什么都明白 家里边不过是形式上的圈的圈 就由她自己了 那么她 带着路费盘缠行李 可就进城了 到城里边住的寓所 令房 可是现成的 这个地方呢 又不是说一般的私房 说你自己租的密间房 打着你就长此居住 也不是 屋子里头啊 桌椅板凳啊 床啊 水的家具都现成的 可又不是一般的大客店 这是专门 为进城 参加考试的念书人预备的 说现代话就是大学生公寓 你来了以后临时你租一个房子 你住不了那么长时间 可住店去呢又贵 这个在两者之间 没有杂人 基本都是念书的 这个房东呢 人还不错 把房子舒适得很干净 带着封云亭一看这间房 是里外间 里间呢 就是全做卧室 外间呢 就是书房跟起居室 一个人住 正合适 而且 您愿意自己外边吃也可以 愿意在我那搭火也可以 那就再单焦点火食费吧 封云亭说我不愿意麻烦了 我呀 就在你这儿入火就完了 可是 这个菜呢 我也不要求很好 就是你们吃什么 我吃什么 跟着大伙 也是个集体食堂的意思吧 那也做不出什么好菜 封云亭是山里面出来 能吃不 到晚上 睡觉 第二天早晨起来 看会儿书 喝点水 到中午吃饭 吃完饭就有困倦 那意思啊 睡个少觉 可是躺在这儿是呢 俩眼看着这顶藏 饭愣 并没睡着 他想什么呢 他想他老婆 感觉这换了环境啊 也不成 还想 书中代言就是因为封云亭这岁数 年轻 那么他呢 正在百无聊赖 看着这个 顶藏 八呆的这么个结尾眼 突然间呢 要这么一道锅 忽悠一闪 大白天啊 中午啊 是什么事 他半身给他起来了 他往屋子里瞧一切正常 什么东西在我眼前晃一下 那会儿跟现在不一样 那会儿没有什么点灯啊 手电啊 都没有 那就是太阳 太阳落山的屋里边点灯 点灯呢 也很简单 就是油灯 可那会儿呢 您是皇上 他也是点油灯 只不过皇上家那个呢 叫琉璃展 他那个灯笼也高级 或者玻璃展 他点灯一个大蜡烛之后 本身亮度也强 热度也高 他得用多少宝石 去照耀他 水晶的 啊 灯罩呢 那样显得格外的漂亮 炫目 而且增强他的亮度 而且皇上家用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都是大的 那么就是了 就这几种 没有再出奇的东西了 所以大白天就有一道光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坏了 我呀 易正了 这俩眼真理解 什么玩意忽悠一下 起来以后什么都没有 我闭眼吧 我别老睁着眼了 刚要往下歪身闭眼 那意思我躺去 这回我闭着眼 睡得着睡不着 我眯着 嗯 他往下一歪身一掉脸一看 这墙上啊 晃晃悠悠 似乎有个影在动 敢在那仔细一瞧啊 嗯 真是黑 不仅有个影 还是个人影 在墙上啊 忽悠之动 自己使劲一睁眼一咳头 咳咳 这影不动了 他站下来了 踏了这鞋 走到这墙根底下 咱说这屋挺干净 刷的挺白的墙 他那么一瞧啊 墙上有幅画 这画呢 可不是画的纸上 挂在墙上 就在墙上有幅画 而且这个呢 忽隐忽现是由墙里边往外用 就跟咱们现在看幻灯那意思似的 是个女的 一个女人的图像呢 在墙上之晃悠 若隐若现 若明若灭 这口发了 墙里大概有聚宝盆 金马鞠子站银人 我要走运 想媳妇想媳妇 这墙上画一个 怎么个科技呢 为什么他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呢 这还不知道 瞧得出是女的咧 眉目比眼啊 还没看太轻 为他不太若隐若现了 那男女还是分得出来的 他紧着把脸往墙上踢 瞪着眼睛往墙上看 嘿 敢的也离着墙进了 也看清楚了 这墙也清出了 突然之间 这个女子的形象 十分的逼真 那椅子恨不得呀 就从墙上要出来是 突然间这一轻武的那么一瞧啊 呦 怎么回事 这个女的呀 容醋蛇身 容啊 醋没的醋 皱着眉头 很痛苦的一个表情 蛇身 而且 绳索修灵 脚子鬼 皱着眉头 一种痛苦的表情 舌头伸出的挺长 这儿有根绳子 勒着他这脖子 在墙上 好看漂亮 各一边的 这吓人呐 他脸贴的又挺近 这突然间一轻武他这么一瞧 心里的一惊往后都一退 知为异鬼 明白了 这屋吊死过人 自意身亡的 女的 阴魂不散在这屋里显魂 他往院子里一瞧啊 没人 可是呢 大白天 焦阳正午 自己是困逆全销 精神 估计啊 他又不是我逼死他 瞧这一次成洞窟 哎呀他也不会下来把我害了 大白天的闹鬼 我别让他闹了就完了 封云廷胆子很大 他拿手一支这墙 一吃了黑 嘿嘿 妈咪妈咪哄 无良天尊 他一念佛 你别闹 我可生人门徒 哎怪力乱神死不语 我告诉你 你是怎么死的我知道 上吊死的 你这表情也很痛苦 但大中午的你折腾我也不怕你 要不我害了你 有冤的报冤 有仇的报仇 你要真有冤吗 如果你能跟我说 你跟我说说 管得了管不了 我可以陪你聊会儿 替你排钱排钱 为什么呢 哎 我老婆死了 我就是家里待得太闷 看哪哪儿别扭 头哪哪儿不痛快 我跑外部就是 散闷 我就是出来玩儿来的 那么拿我自己将心比心 我对你有冤有仇 这样的人很同情 更何况你是个女流之辈子 你只要不折腾不闹腾 你只管大大方方的下来 你跟我说 他话音未落 前那女的点了箭头 一脉腿 顺墙上 飘然而下 真下来了 风云亭 疼 当院了 往太阳地儿一站 一瞧 自己完全不暴露在阳光之下 刚嘴刚又喊 干嘛呀 喊这个东京 房东 你这可没有 你这乌闹吊死鬼 你不严严 看我年轻火力壮士怎么着 昨晚没闹 大白天闹 照样收房间一分不扰 你这可太难了 我把你找来好好问问 你知道不知道这段的事情 另外 是鬼是神的 我也不能让屋的 他把我害咯 张子耀喊屋里这个 吊死鬼急了 白一首 别让你 请进来 我跟您说两句话 哟 还能说话 你掐自己腿 你掐自己腿不是做做梦 是真的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死着门槛这儿 不许踩门槛 那管不了了 你要是害我赶紧跑 你说吧 您刚才说我是吊死鬼 您刚才说我是吊死鬼 我要有冤跟您说 您能帮我吗 真有冤 帮不帮你都不敢说 尽我的全力 我就是可怜之人 那么你想必呢 也很可怜 那么你有什么冤 你说出来 你说出来之后呢 需要我能做什么 我尽量去做 这个女鬼把头一摇 说您看我呀 跟您是萍水之人 萍水相逢 素未蒙免咱俩不认识 那么我有冤我有屈 我跟您说 您就替我这样去报仇报冤 第一 我张不开嘴 我求不着您 第二恐怕您呢 也没有这样的力量 第三 我也不好意思吊您说 这个事情很稀强 但是自从我死了之后 我这个魂在地下 我是很痛苦 为什么呢 蛇不能缩 锁不能除 我这蛇都回不去 因为我是勒死的 当时上吊死的时候什么样 后来还这样 那我这个锁呢 就是勒的这绳子呢 也摘不下来 现在呢 我的活动犯在呀 就这屋子里头 那你怎么不转世投胎呀 我不去 我跟阎王爷说了 我有冤 阎王爷准许我 留在人间报完仇 再转世投胎 而且阎王爷说 会有人替我报仇 日后我还能还阳 是啊 哎呀 我这也有点事 憋着让他还阳呢 那么要真能还阳 可我媳妇没冤呢 我媳妇是病死的 该看病看病 该抓药抓药 我把心都尽到了 那他还是死了 那日后 我不能拖这个吊子鬼 上阴间替我打针打针 我媳妇能不能回来 我媳妇要能回来 我就不用再娶别人了 嗯 还真有阴间 吊子鬼能说话 好吧 那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 你不打算让我替你申冤报仇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您进屋来 我没有怀疑 是是是 孟云廷迈不进屋 这个女鬼是盈盈下半 皆因为我舍不能缩 所不能除 那么您帮我一忙 您找这房东商量商量 断无粮而焚之 恩同山月矣 您就帮我办这点事 把这房粮啊 您得给聚起一块 然后您拿火烧了 那我在阴间呢 我这个绳索就除了 绳索一除我这舌子就能缩回去 就这么点事 如果您能帮我办 恩同山月 这是大恩的意思 嗨 我打多了点事 行 这我能办 您准能办准能办 我把房东找来 因为他理亏着呢 这屋闹鬼他知道不知道 他知道他还让我住 我拆着一间房粮啊 都对得起他 我应该把他扭送衙子 哦 是 那您可答应我了 答应了 就这么一点头再一抬头 这女鬼回墙上了 诺之碎灭 他这一答应 再找这个吊死我 没有了 走啦 行 找房东去 到房东这屋一敲门 房东把门打开 好 封锈他 您缺什么 缺德 您这叫什么话 不是说我说你呢 说我 我什么事去的 上屋里我问问你 哎 把封云廷让着来了 俩人往屋都一坐 我哪点对不起你 你装什么糊涂 封云廷一拍桌子 哪有你这样的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可是我是从山里边来的 我从山中来 哈哈哈哈 那那你也不能欺负我们山里人呢 啊 我怎么欺负你 你这屋怎么回事 就我住那两间房 你跟我说说 不是 您那两间房 没什么 没什么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说实话 没事 要不然我把你扭从衙门 我告诉你 屋里那种可都跟我说了 哈哈哈哈 你要不承认 我带着衙门人在这屋一坐 他要出来 跟衙门的人说了 你可吃不了兜的兜 别怪我们念书人到时候不客气 我送你 哎别别别别别 实不相关 即使您碰上了 那我就跟您说实话 平常都夜了出来 哈哈哈哈 这大白天的中午就出来了 大嗓子头去 他真可以 啊 还是知道吧 说说吧 这吊子鬼 这女孩子怎么回事 可怜呐 我也不知道 一开始我也蒙到鼓里头 哎 这家啊 原先不是我的 这家是老两口带一个姑娘 姓梅 这房子都是人这个没老头子的 那么这姑娘呢 可就老大不小的了 说了婆家呢 可还没有啊 放进过铁 刚这么一和气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闹贼了 他们家呀 这的小偷了 可是老两口没发现 让这梅家的姑娘啊 给发现了 他那么一嚷一闹 这小偷呢 可就关死了 这一关死啊 这梅家呀 没经过关 捉贼要捉脏 这小偷还没下手呢 姑娘一闹 爹上邻居帮忙 到时候把他逮着了 可是他什么都没拿 没想到堂上 他反咬一口 他说小姐跟他呀 通奸 俩人有奸情 他晚上呢 是惠这位梅家姑娘来了 因为到了点别扭 这梅家这大姑娘啊 无限她的小偷 实际不是那么回事 俩人自由恋爱 小两口啊 闹起来了 是这事 那就凭他这么一说不成吗 你怨他这事呢 可怜就要在这呢 他给这个典史啊 贿赂了五百两银子 典史怎么意思呢 典史在这个县里边 说现在话 就是法院的院长 监狱长 都是他 他代管啊 问案 因为县他爷呢 对这一县来说 是军政经济 司法 民政啊 他全管 他就是一县之父母嘛 那么过去呢 不那没那么细 各部门职能啊 也没有现在那么清楚 说白了法律也不是特别健全 那么他忙的时候呢 有案子谁管呢 就是这典史管 这典史还管的监狱 那么他要判这人有罪 直接就关起来了 他就有这么大权利 您现在不一样 现在公安机关 法院检察院 跟监狱这四个部门都分着 你要真被冤枉了 你有若干次 申冤的机会 到法院你还可以上诉 下了判军书 你不服 你可以再告 说你都到监狱里了 已经判了你行了 你要有冤枉 你也可以说能讲理 那过去呢 没有 结果这个典史 收了这小偷 这盗贼 五百两银子 他可就把这事做实了 他就说 梅姐姑娘跟那小偷俩人 油染同奸 说说这您可听明白了 这个典史后文还有 他叫什么呢 原文写典史某 这您就明白了 那常听我说聊斋 您就知道他怎么样了 这人没名没姓 不配 没有资格有名有姓 那么咱们后文书要说 没准我给他安个姓 要不然啊 不方便 老是典史某典史某的 这么说呢 也听他闹得很 典史是他的官名 就跟那个三国里的独幽似的 也没准我给他加个姓 那他姓神呢 那就看我恨谁 哈哈哈 过些日子呢 卓比说 啊出什么事了 我恨上这种了 我说的这典史该出来的时候 我就让他姓什么 来 说您各位当中 万一要有跟这位同姓的呢 这咱们先交代交代 您别恨我 我跟您各位没仇 要实在当那会儿找不出仇人来呢 我就让他姓刘 因为我们蓄水的伙计姓刘 哈哈哈 别人我都惹不起 我是等着他 跟您各位姓刘的没关系啊 您那刘跟哪里那刘也不一样 同姓各宗 您是汉史宗亲那刘 啊啊 你是小刀刘那刘 东华门外头 管善行的那位 你是他的后裔 发门是有刘媒婆 哎 那是你们 孤祖 知道吧 这个 咱最好别给他加信 咱别破坏了解整体的这风格 就给您说您就清楚 咱们这交代交代 后边关于他的事情还很多 这个典史收了五百两银子的脏 断了这么一个冤案 可就下了 这么一个 当时说吧判决书 把梅家这老两口可就传来 当堂这么一说 当然梅家老两口不能承认 堂上这么一喊冤 那么好吧 就把这个梅大姑娘 下船票要传到公堂上前来对质 姑娘 羞愤交加 得了这消息之后 自然不能上堂 鸟哥现在是一定去的 你冤枉我到法院讲理去 就是不去 也得委托出来委托人律师 到来去讲理 不可能说黑不提白不提 这事就算了 现在你要有冤 法院下船票 你要不去还麻烦了 缺席审判 你自己的权利你不主张 那么权人那边都离 三次传唤不到 法庭开听了 到时候缺席审判 你判决书下来 可就不容易更改了 所以现代人呢 都有这种法律意识 保护自己 过去的女孩子不能抛头露面 上堂打官司 但也有 你要听征古三宴 姑娘带着剪子上堂就没憋着活着 到那去让你们看我是不是黄花大闺女 看明白了你们诬陷我怀孕 跟别人有染通奸 那么你们长着眼着是人就能看出来 我是黄花大姑娘 这事说明白了我可也就不活着了 抱着必死之决心 把你们全都告诉了 有 讲理的地方 所以你要听征古三宴 她要想去就没想活着 这姑娘呢 心更改 梅的姑娘啊 在家可就上吊了 您屋里头这吊丝滚 可就是梅的这姑娘 我是后来的 皆因为这梅的姑娘一上吊 倒是表了她的心 可是梅人上来去治罪去 这个责道 她可也就 无罪开放开示了 梅的老两口子 受这个冤枉 又有丧女之痛 心里那么一凹头 是相继身亡 好好的这么一个院子 一家的人家 眨眼之间就加败人亡 皆为这么一个 鸡鸣狗盗之辈 一个小小的毛贼 哦 风云亭一听 那么您呢 我呀 哎 我是多少年之后 才搬来 这姑娘死了得有十来年 哎 七八年我才来 当时街道邻居也没跟我说 我也不知这事 我把这所小房买了之后呢 哎呀我就开这么一个寓所 我到县城里头来 啊 抵接各村各乡的念书人 到这来呢 考试基本都住在我这儿 后来老呢 就是你屋里的梅的姑娘啊 逮谁跟谁诉苦 真下病过好几个人 人家呢 可叫封我这门 我呢 连烧香带许愿 这梅的姑娘呢 消停了一阵 后来呢 有一段时间不闹了 我呢可也就 放心做买了 这二年呢 倒是偶尔的还出来 可是我呢 也不敢进屋 到那屋子外的尾央那 他就不折腾了 没想到 您碰上了 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他说他倒没别的 他这个冤枉没有跟我说 还没你说的戏呢 我这一听 确实他有冤 你这些都是街口邻居 打听出来的 那这样 他现在啊 舍不能缩 锁不能除 他勒得难受 而且形象十分的恐怖 我看着都难受 有个办法 你得帮帮忙 什么办法 断屋梁而焚之 把你那屋那房梁聚下来 然后拿火给烧了 他那就没事了 他没事了 我防他了 把房梁聚起一块来还行啊 你瞧瞧不跟你商量吗 我跟你说 你豁出去这一回 哎 装修装修 勇绝后患 你那屋就不闹 他输他了 我大伙就都输他了吗 他不折腾 以后你得买卖照开 这是个长久之计 一截房梁当得了什么呀 您说的容易 我这店里还住着人呢 再说好边的 我调顶了聚房梁 这这个土木之工不可善动啊 这是大工程啊 哎 干嘛挑顶啊 就愣锯 愣锯房顶子耍下来怎么办呢 我呢还要顶棚呢 你瞧 我想好了 这个费用啊还不用你出 我去许了这梅大姑娘 我偷 我帮你把这房梁给卸下来 但是呢你得找几个木匠 瓦家 懂得盖房的人 怎么能把你的房住旁边 其他的地方先加固好喽 再聚当件这根房梁 等房梁聚下来 房顶子不塌 那倒烧就简单了 你看怎么样 那也太麻烦 那我要把你送官就不麻烦了 你这样对我 我还没找你包陪我的损失呢 叫你说了 你这可下病了好几个人 大伙可都知道这事 你要不答应我 我当时四六分在你这一抽 我就说我受着惊吓了 你你你干不干 你不干我就来了 别去别去别去 这怎么当的事情 哦您胆子还真大 我说封销子 我可不是贪小 这钱我们这店小本薄 可真得您出 哎这得甭管 我帮助 哎 协力助之 真啊 让这个房东啊 出去喊几个瓦子 大伙来一听这活儿 听着心心 怎么 房顶的木条单聚房梁 那房梁您过去都知道 都是方木头啊 而且青塘瓦房 这么好的房 哎呀没有坏的地方干嘛聚房梁呢 听说有冤去下门坎 没听说聚房梁的 您什么意思 您甭管我什么意思 我们家就叫封锁 您哪找其他的柱子 把其他地方都顶住了 到底哪根顶哪根 哪根能吃上去我们不懂 您别让我这房顶子耍下来就行 不挑的顶子 单聚当家这段房梁聚下来 您就甭管了 你这整个的房梁 就当家这段好 哎对了 两头啊都是黄花松 当家的是黄花梨 这木头当初怎么长的呀 那我就不知道 我这有高人给瞧了 两头不值钱就当家之前 我把这黄花梨聚下来 我弄成小块做点小醒木 哎 找一帮说书子一卖看了 我弄个嬴事 这可比调顶子还贵呢 那要说调顶子就耽误点工夫 但好干我们干惯了 把顶子一调到时候重新 下方梁铺领子铺船子 铺瓦也就是这活 哎能给顶子都费不了多长 多大事 您这个可麻子而且费料 得找好多木头 把您这房子都顶住 要不这顶子跟下来了 是啊 就说的是这事呢 得了您费心吧 真应了 那么暗中呢 可是风云亭给拿钱 瓦江门到这儿 一尽量 一尽量 这个活呢 你别看花钱不少 这要干起来也简单 您购吗 这一根房梁 这是房柱 这是房柱 当件这么一架 我这简单给您说 当然不能是两根房柱 四梁八柱 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子呢 叫瓦房 就是这种梁柱结构的 那是很讲究的 但你要单把针件这屋就给聚下来 这两边怎么办呢 就找两根把他顶上 等于这柱子就多了 这屋子咋外边还是屋子 咋里边还是停的 多好几根柱子 和鸟龙子似的 那他人就这么要求 人家告诉人家店里就这风度 咱们管不着 切着咔嚓一顶 当件一下大句 这句您可听明白了 这大句拉好了之后 这人带点拿馅拽是馅鞠 真说一根棋的梁上鞠 梁也鞠断了 他跟脸下来了 那是魔活老鼓 魔活老鼓一般鞠完之后呢 还能在办公中当 停顿一会儿 然后看一眼镜头 再下去 这停顿不知是怎么练成的 可是回回眼回回都这样 咋有这镜头就这样 这上把房梁聚下来 开发了工钱 工人们都走了 把屋子重新收拾干净了 等到晚上 把这个锯下来这根房梁 架在院子里头 这么一烧 整个给烧了 淋算一根整房梁 这一烧 烧一宿 烹烧 烹烧 这倒好 也暖和 也亮了 到天亮 这根房梁才算烧完 那烧完之后呢 是一大截炭呢 这炭也没用了 也甭留着取火了 全砸碎了 搓出去 把院子扫干净 怎样啊 风秀才 这回行了吗 这回行了 估计梅大姑娘啊 这回好瘦点了 得了 您也歇着吧 折腾咱们一天一宿了 您早歇着吧 我歇着 您这住店 花钱拆我房 可是怨我不对了 真成 这回啊 您会这梅大姑娘的时候呢 您好好跟她说说 我可动的鞋本了 别让她再折腾 再折腾 我豁出去这间房不要 我全点了哈 行 你放心吧 我一定替您把花带到了 您早歇着吧 房东还真累了 回屋去睡一下 那风云亭呢 坐屋子里头 可就等着这梅大姑娘 月上柳梢头 有 人约在黄昏后 天一擦痕 美大姑娘来了 海姐墙上来 墙那儿和呼呼呦呦 人影一晃 风云亭一瞧 来了 美大姑娘 就这一句话 吊死鬼 眼泪下来了 怎么 她的身世知道人不多 十年前吊死这屋 这是她的家呀 但分不是为了自己有冤 能愿意毁自己家的房梁吗 哎 身负其冤 现在大仇未报 就这一句美大姑娘 这美姑娘掉眼泪了 一阵的抽气 从墙里下来了 赶得从墙里往下这么一走 风云亭这么一瞧 呦 舌头回去了 脖子上上吊那根手也没了 是个美人 非常的漂亮 尤其这一伤心一哭 楚楚动人 让人家 感觉十分的可怜 不由自主的风云亭上去 把自己的手绢拿出来 你这地方啊 古今中外 所有的镜头 这是个必须得递这个 要么食指巾 要么肝指巾 要么毛巾手巾 要么手绢 把你拿过点什么去 哎 或者他给擦 或者让他自己擦 方前 男生的这一片软款温柔 那你需要这个 把这手绢递过去 给你擦眼泪 越发的显得娇艳漂亮 哎 美大姑娘你别哭了 怎么样 好受点了吗 不但好受 喘气都约着 而且这十个年 谁见着我都跑 那形象十分的大恐怖 令人畏惧 是 也就是您胆大 哎我还是天生的胆大 怎么样 你的冤枉 我听房东都说了 能不能我替你报仇啊 恐怕您没有这个力量 您 能够画对前沿 不赋予我一个弱弱的女鬼 那么我十分的感恩 我是说了 恩同山岳 无以答报 真是不知道 怎么报答您好 这不往嘴里的地方 您琢磨琢磨 独处一世孤男寡女 她要这么漂亮 她问封云亭 我怎么报答你 封云亭呢 又官夫 媳妇死好些日子 正素着 你俩 报答我 您说怎么着吧 我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啊是啊 那还能怎么着 我这个年纪 你这个岁数 你这个模样 我这个长相 你未见 我丧偶 都是光过一人 说句文言的姑娘 咱俩惹惹惹惹吧 姑娘一听什么叫惹惹惹 就是惨惨 摄我摄我也不像话 您这念书人怎么这样 不是 这不你说的吗 你要报答报答我怎么都成 你不拿话灵我 我能说出这样的话 欲求婚 在第一个人看啊 施恩图报 他不配有字 不配有好 他就有名字 叫封云廷 就是扑松陵写了斋说 非常讲的 而且我要给您说了斋 咱们必须要这理论得站得住 您分析他这人 他这儿想媳妇 应该是很独情 很专一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呢他想媳妇那些举动呢 现在一看全是假的 他不是这一项媳妇 那相媳妇死了 他一点也不难受 这丑就丑那姑娘漂亮的 马上就见一次见 而且他救了人家 人家打算报答他呢 他提出来求婚 这么一个条件 这就叫施恩图报 虽然你办的是好事 这姑娘也乐意 但是如果真成了事实 那么这人格可能下来了 所以蒲松陵给他起名的风云亭 他不配再有其他的字号 如果这人姓 名字号全有 那么在辽斋这里面 甚至有用真名实姓的 那一定是歌颂正面人物 像刚才我跟您说 这点石某一定是行为很卧劣 都不配有姓 他姓什么都不成 姓什么蒲松陵都觉得对不起人家 那就是某某人 某家某椅就折够 姑娘一听 脸红了 而且有点为难 你说的想怎么着怎么着 你要报答人家 人家提出来了 你要说一步的脑那不成 那这个话也说不出口 而且人家确实救了你了 你多少年勒的这个 死了当鬼 愣勒了十年 现在你的痛苦解除了 应该报答人 自己也不是不愿意以身相伪 但是人家说出这个话 很好 说我不能跟您做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我长得配不上你 还是我这人哪配不上你 还是你觉得我为你做的很不够 都不是 既然说了恩通山岳 我求你 那么些人都吓跑了 我求了多少人这屋 虾兵好几个都不管我 这店主动天天殃给我 上城隍庙 告我去 勒着我不让我出来 啊 他每天土地瓷 药王瓷 龙莽庙 是有神言地方 他全许愿去 各处里都送猪头去 他都不说把我的痛苦给解除了 就因为舍不得这根房梁 早他就知道我出了主意 他不干 要不是您出钱他还不干 那么您把我救了 您提出了要求 这么说吧 也是我能做到的 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 我不能跟您勾起 就因为我当初自杀 就因为这名字 他说我跟别人通奸 那么我要跟您有了这事呢 我这冤一辈子都报不了了 那真有啊 你是没跟那小偷 那你跟那袖子等会上 我英明可是在家的大姑娘 真是我要跟您行下这样的苟且之事 那么我所蒙的不白之冤 昔日身上垢 就是身上的这个脏水 泼到我身上的脏东西 西江之水难洗 您就是 把黄河水掏进了 冲杀我身上的冤枉也冲不干净 因为我确实跟别人通奸有染 跟您也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就因为您把一根房梁替我烧了 解决我的痛苦了 我就跟您睡觉了 那像话 与礼教不合 所以 尾身有日 我跟您好 没关系 您提出这要求 我一定满足 但是 假以时日 您等我把这冤报了 我成了自由之身了 那会儿我一定报您今日 断粮解锁之恩 哦 冯云廷一听 这个理由还是很冲突的 不是不答应 等等 等等 别忙 但你不知道 他等 对啊 您是知道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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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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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多的时间呢 鸡儿啊 过月七成的 啊 半年六个月的 十一年 二年 再等十年 这真有个期限呢 嗯 也没有准日子 反正准有那么一天就是 呵 没说一样 但人提出这要求来 自己不能再强求了 为什么 自己救了人家 强行求欢人家不乐意 而且人提出这理由 等于我真要是逼人家跟我 啊 求欢 有爱 我们俩人同一时的爱痛快 那等于我把脏水又破人身上 这话再明白不过了 我等于乘人之威 邪人之胆 救了等于没救 这点德行更散了 说的对 好吧 那你也痛快了 我也别扭了 我是痛快不了了 那你怎么也得让我痛快痛快 咱俩干点门 咱俩人不睡觉 喝酒吧 原本写饮乎 不饮 啊 酒也不喝 那 你会什么不会 是写诗 猜谜语 打趴 趴三尖 怎么样 六尖的 一人三尖 哎 这怎么样 蒸上油 拉打 俩人可不就这么吗 咱俩得玩点什么呀 没姑娘一听 这这这对不起 很对不起 对不起得很 您说的我一概都不会 您琢磨琢磨 我在家这大姑娘 那要说点真挚什么的 我还行 帮着那会儿我爸 我妈妈干点家务活行 您说的这个游戏 我全不会啊 你这这这可别扭了 孤男寡女同居一室 灯下官媒女 面对如此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虽然说人鬼殊途 但是就这么干做的 这有什么意思 我把您救了 对不对 您来了之后 咱俩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这叫什么呢 无论如何 咱俩得干点什么呀 嗯 我会打马双路 会下双路旗 这个是啊 维西象旗 双路旗 在中国的历史很悠久 那么这双路呢 有的人考证呢 可能是黑白子啊 翻子 你明白这游戏吧 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俩黑的 两头一堵这白的 就把这白的翻过去 翻成黑子了 就给吃了 然后一会儿白的再走 这叫双路 有的人考证是这个 也有人说 这就是围棋的前身 是以赤字为主的 等等不一吧 也有人说是跳棋的前身 那么又叫打马 又叫双路 这个旗 在中国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而且是闺房游戏 您要看 红欧梦 有 在明清的小说里边 经常有下双路旗的 那么辽斋里的 蒲宗灵先生 写出来闺房游戏 姑娘会下双路 那是很正常的 可是奈何一节 没有棋盘也没有棋子 我还想陪您玩 今儿是不成了 嗯 明儿 或者后 我把家伙给带来 我就能陪您玩了 或者您这边 质本一套也可以 还是等于没说 就会得一样啊 还没家伙 这深更半夜 宣找是找不着了 你真能把谁挤死 再想想 再想 啊 会线细 各位这可深了 什么叫线细呢 就找一根线 把他记上 在手里边那么一套 这么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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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咱们叫分神 浮松灵 叫线细 这个我要不看 了斋 不说了斋 咱没这知识 以后谁再跟您玩翻神 您告诉他 咱俩线细 但就是拿线做游戏 这叫线细 实际就是翻神 我会这个 您怎么样啊 我也会点 但是不好 我翻不出几样来 我就翻不了了 这样 你要会这咱俩这也行 不成你交给我 那行 线您这总有吧 没有 我从身上陷阵都喜欢 有衣裳吗 跟这么一根绳子 两头一记 俩人玩上这翻神的 姑娘弄好了之后 封云廷过来 哎 我先来毛坑 姑娘说我来面条 俩人玩上 封云廷怎么样啊 三度没过去 就翻乱了 打头来 姑娘这一教他 姑娘告诉他 您来手指的够哪 哪哪 怎么走 怎么走 哎 这么一教他 封云廷这么一瞧啊 呼 这姑娘你别看 刚才说那些游戏都不会 这个着双路奇 水平在什么上也不清楚 但就这个 线细翻神就这一向可了不得了 欲出欲换 而且 是变幻无穷 就说他手里的这个 翻神 样多了 我呢 小的时候看别人翻这个呢 因为我就知道什么毛坑面条啊 姜落伞好像还有 这不还有什么 您各位知道大概也就是七八样 我估计 十多样也就到这 那么辽家长说这姑娘这样可多了 而且 您往后听他自己对他这翻神的评价 他这个翻的一多 封云廷眼花缭乱 不觉得这个时光过得很快 跟他学了好多新鲜的花样 不由自主的赞叹他 跟这个梅姑娘说 说哎呀梅姑娘 别看小小的一个线细 就这么个游戏 到你手里头神了 此归中 逆继而 朋友们听明白了 这句话是一个性的挑逗 他实际说的还是求欢的事 假借着这个说那个 咱们现在因为 说书能说过去这点不让说 这句话的实际的含义是这个 此归中 秘技儿 你在归房当中 你的绝活 你的绝技 姑娘呢 她没有这个概念 等于 封云廷的贤爱之音 她并没有听出来 而且呢就即便听出来 她故意的不往这儿去想 也不往这儿引导 因为她知道 封云廷对她有这意思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那么她必然不能顺着 封云廷说 姑娘说 这些就是她对自己的 这项游戏的肯定 她说我跟您说 我这个什么归中秘技呀 那么就是自由啊 物质 我们的小女伴啊 说现在叫闺蜜 我们一块玩的一个小姑娘 翻这也没人交给我 我自己就创出好多花样 我一研究 就研究出来了 而且越研究越好 现在我会多少花样啊 我都不知道了 但以现语之力 就给我这么一根线 技能成文 这个身 说就能组出字来 不是这意思 就能写 就有名技能成文 这个给自己评价太高 或者说是 蒲宗陵给他的评价太高 就说随便一个技艺 要是够上谱的资格了 能写出多少样来了 当然没有这谱 要有这谱 今儿我这书也不能说成这样 我一定得找一本 翻神秘笔 翻神游戏攻略 我先带家那根绳子 我先研究多少样 是吧 到这或者我带鞋 道具 我跟您各位 那么一翻 既有互动的效果 就能把这段书说明白了 那就好 西湖这书也没有 我也不会 那么我理解 就是随便一个事 很简单的工作 就拿这个开车来说 你没本就不让你开 你无师自通 你会了也不能让你开 必须有驾照 有繁琐的一套手续 才允许你上马路呢 那么这个熟练公主 看似很简单 现在会开车人多了 但是 她能落在纸上 而且出法律 出条文 有一套固定的 哎 程序来完成它 这可就深了 甚至于说 这就是经典 这不能移动 虽然各国的交通法 对于开车的规矩 左右架也不相同 但是 大概也都差不多 一通百通 你说一个做饭 炒鸡蛋有什么 能上菜谱 这就深了 都炒鸡蛋 为什么人炒鸡 就那么嫩 就那么香 这味炒出来 主持咸的就是大了 要不就老了 不好吃 看似简单的一样东西 研究到一定份上 可就上了土了 就这么个意思 普总领 给梅大姑娘的评价 你只给我一条绳子 一根馅 技能成文 祸 风云亭一听 说你胖 你还就喘上了 哈哈 罢了 今天我开了眼了 嗯 而且你这鬼厉害 白天也能来 是晚上也能来 啊 你舌头伸着也能出来 缩口也能出来 行了 我有点困了 你走不走吗 头天中午咱俩 静子约会儿 我找人 第二天 拆房梁 就烧一宿 现在 跟你又聊 这一白天又过去了 我有点困了 实在太累了 嗯 我睡一会儿 怎么样 咱们休息吧 这句话还是往床上聊 啊 咱们休息 姑娘一忘了 咱们各自就寝吧 因为什么呢 我第一不需要睡觉 我说我鬼 另外呢 我也不能跟您这儿睡 我有我睡觉的地方 您睡您的吧 但是呢 您不是累了吗 我呢 倒是还会一点 别的 能够帮助您睡觉 哦 你还会什么呢 我会难摸 难摸 按摩 哦 这怎么做 按粉 是 全身都能按吗 都能按的 你看这个地方 我没想到 扑宗灵 把一个按摩 写得那么细 这一段 字幕叫做美女 这美大姑娘 就是咱们这部书的名字 聊斋的一段 叫美女 姓美的女儿 咱们通俗跟您说 说美姑娘 哎 说美女也可以 在心末如今的 扑宗灵下的笔下 描写一个事情 是字越少越好 但是他这儿是 花费了大量的笔墨 形容描写 这个美姑娘 给风云亭 按摩的全部过程 写得特别的细 而且写得特别的好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字顶之肿 就从脑袋到脚后跟 完全都摁到了 而且各个步骤 不同的感受 他全写出来 就是当 这个美女给他按摩 食指倾压 爱合掌倾压的 这个过程 摁完脑袋 摁到肩背的时候 已然 口目皆呆 失去感觉了 沉沉欲睡了 已然 全身心的放松 十分的享受 非常之舒服 那么 那么 鸡骨 骨是哪 不是屁股 是腿 当垂到腿 而且特地用了一个垂子 接骨的时候 那已然完全入睡了 憨睡 渗手 就是 风云亭 他以前 没有享受过这个 那么 书说在这 揭露一个秘密 通过这段书 蒲宗灵一定 按过摩 不是现在穿越 这那会儿 蒲宗灵能写得这么细致 不是说单单他卡 说那位给这位按 他在旁边一瞧 他就能写得这么好 不是 一定是 切身的感受 有人给他按摩 而且这个感觉 写得都不 您拿我来说 我最喜欢这个 我经常的 还去早上的洗澡 说家里现在都能洗 而且是天天必洗 淋浴 哎 女同志呢 洗的时间稍微长点 像我这没头发 男同志洗的快点 我还不爱用那叫什么液 就这种 沐浴液呀 啊 就洗澡的那个 我老觉得冲不干净 我还用椅子 就香皂 连脑袋 哎 然后我用那刀片 刷刷就是一刮 像冬天刮的 不那么勤 夏天刮的勤 基本上一天两天 我就刮一回 冬天呢 冷老刮 尤其川树 出汗我也怕着凉 大概三五天一刮 然后滑热水一冲 也就这意思 男同志洗澡也快 所以身上呢 基本上这个汗味 或者是异味 或者是泥呀 没有 跟过去小时候不一样 洗澡都不太方便 现在很方便 但我也经常下到膛子 哎 热水一泡 然后一搓澡 一按摩 确实入睡比较快 或者是 这叫什么 足疗 哎 足疗不是俩人 气象 啥跟那一顿 足疗 足说 哪更累 伤神废弃 洗完澡 正困 然后他不让你睡 气氧茶 他喝宴茶 很精神 邦邦邦邦邦邦 一跟你说 足疗 这我受不了 洗完澡之后 找人一院 马上就能睡 而且睡得特别香甜 所以我当看到 胡宗林先生 这段描写的时候 他一定经受过这个 而且 如果您有兴趣考证 通过这个 您看看 按摩业到底 是在中国 哪一朝 开始流行的 这一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哎 当然了 这个 风云亭跟美大姑娘 是异性烂摸 跟现在这个不一样 这个可没有烂七八糟 纯粹啊 是 最古的方法 这叫放睡 过去推头的都会 这 这里有穴位 自己叫睡的 这个香 等自己睡醒了之后 日以相似 日以相似 丑 阴 某 臣 思 五 五是十一点到一点 四是九点到十一点 这您都知道 那么 日以相似 就是奔九点去了 这点你也就听出来了 现在要说一觉睡的九点 不新鲜 过去不行 这才有宠物淫出 这个唱词 您听就是 子丑 丑才什么时候 子时是一点 丑是一点到三点 丑的木 就是没到夜里三点 淫的出 三点钟开始 就已经 起床了 再过去 于小云独 哎 打开了桥子 就把这个高山上 遥望见山长清云 云罩的清松 松堂古寺寺 李顶山 僧 僧把那木鱼 敲得像冰邦 就开始念经了 哎 那么渔翁呢 渔翁出丧 解开了 就是烂绳 缆绳 现在都念啊 解开缆 哎 拿起了高 架起了小行 飘飘摇摇 晃里晃荡 就开始出行 打鱼了 农夫呢 下地耕种 除袍 哎 拉着牛 下着地 哎 已经开始 准备一天的劳作了 所以古人呢 那会儿生活是这样的 不允许你太阳 升起来再起床 都这么说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实际在太阳出之前 就开始了 那么什么时候天亮 就是说冬天亮到晚 七点多 也天亮 像他这一睡 睡着日以向次 这就是很晚了 你要看辽斋写的 睡至五 那了不得了 中古代起 那很少 很个别了 所以 古通灵 单独的写 他受到这么高级的享受 睡得这么死 这么甜 这么香 还睡着九点钟 日以向次 起来了 起来头一件事 也不漱口 也不洗脸 趴在心墙上 吹这墙 梅姑娘你起了吧 你醒了 咱们出来聊会儿 很神 很神 急痛着喊 嗓子喊得挺哑 也没露 哎呀 庞东来了 昨天怎么样 见着了吗 见着了 聊来的 聊来的 都聊什么呢 把你教的事都聊了 打这 他肯定不折腾了 然后呢 然后我们俩玩了一宿啊 玩什么玩一宿啊 翻神 翻神能翻一宿啊 你别瞎走 黑警察 你不知道了 这梅大姑娘 能翻出二比多样的 一宿没翻完 跟你说 这是我困了 我不睡觉 我们俩还接着翻呢 明儿啊 我把她的样子 我都给你画下来 你就信了 那我也不想 哦 那这以后 您走了怎么样啊 我先不走呢 这么漂亮姑娘 让你们俩有约会儿 你甭管 短不了你房间就是了 除了吃饭呢 晚上啊 给我加两个菜 一点酒 拿一棋盘来 我们还要打马封路 还要下棋 嘿 真会玩 嘿 别人住我这房 下病的都跑了 外壁一张张 差点给我这封了门 告诉我这出妖酒 有吊子鬼 您来了 不仅给我挣呼住了 你们俩还玩上了 您再想想主意 给带走什么呀 我这是永绝后患 暂时还不行 一步一步来 我还真有这心 你们俩在这儿 你就甭操心了 让你干嘛 你去干嘛 是是是 到晚不上 唐东除了他每天的伙食 加俩菜 还有点酒 齐盘齐嘴全拿来 往多单一摆 这个菜跟酒 可是完全的没动 为什么 等着梅姑娘来 梅姑娘怎么样 还真来了 喝 我说 你太难了 白天我这种汗 你又不是白天出不来 怎么不燃我这茬啊 我这一天 真着急 哎呀 我跟您说 您有您的事 我有我的事 我这不舌头能回去了吗 我先得去趟阴间 见阎王爷 原先我说话 书不利手 因为我咋舌头 哦 这回利手了 对呀 原先那意思 也能听明白 但是不能完全表达 我的意思 我呢 现在 重新又说了一遍 哦 那你这冤枉 看这意思有点细 但是现在还不能完全的抱 完全的说 哎 这跟您没关系 您也甭打听了 我也知您等着我 您看看 酒也凉了 菜也寒了 这会儿要再热 可以热不了了 哎 我都没动 你别看 寒酒凉菜 但是 绝对今天新做的 你要不闲凉 咱俩喝一口 行 我倒能陪您喝一点 因为昨天问了 饮乎不饮的 哎 我倒一点意思的 您喝您的 好吧 俩人咱们一聊 一喝这酒 酒 说之美 酒能乱性 男女两个人坐一块 一喝这酒 你再说下棋 再说翻神 他可就不乐意 喝着喝着 这酒劲上来 昨天您跟我说 咱俩这档子是 等着有日子 准有日子嘛 到底什么时候 您跟我说 我老跟这住的 也不是事 另外 有没有可能带你走啊 回家呀 虽然说 你是鬼 我是人 但是我是真喜欢你 你呢 知道的事比我多 一阳两届 都能来都能去 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你跟我说说 梅姑娘一听 看您这人怎么办 你怎么这么 好谁 贪杯喝点酒 您又提这个事情 昨天我跟您说了 一个是我自身的这个问题 我不愿意 这样 日后 我抱着手 我一定跟您 第二 您身上沾了我的鬼去 于君不利 因为人跟鬼 这您都知道 如果两个人 行下男女情欢之事 对这个鬼 有意无损 对这个人 可是大大的不好 这个咱们所有的 鬼狐传里边 影视小说里边都有 那么我跟您 还是暂时的咱们 别提这个事情 可是呢 您这意思 我也明白了 这么办 我给您出主意 您看怎么样 有差对就行 这第一个人 可就瞧出来了 就风云亭 他不配有自好 也是因为这个 确实的好酒贪色 我先找个替身怎么样 找个替身 我给您找一个妓女来 是我的朋友 这个人呢 能够解您的燃眉之急 但是呢 您也不用给钱 因为呢 您与我有恩 他呢 也不是为了赚钱 他跟我是朋友 我把他找来 咱们仨一块 玩 在下棋 聊天 喝酒 他也能喝 回头呢 回头呢 您要真是 问得好 我走 让他陪您 也成了 今儿方便吗 随时就能叫来吗 今儿紧点 名儿怎么样 明儿 明儿 他可说好了 明儿行 美女走了 她一人喝点焖酒 睡觉了 第二天这一天 糊混过去 晚上又弄点菜 弄点酒 一拽墙 哎 赶紧来呀 快点来呀 真来了 美女爷来的 这个没有 不说捅着你的朋友来 人家有工作呀 您再等等行不行 等人下了班 下班 下班得两点以后了 正好饿了 看您这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呀 好好好 那咱俩呢 咱俩先下棋呀 俩人这么一 打马双路 嘿 没想到 翻身好 按摩好 下棋也不错 真有两步绝招啊 风云亭下不过他 哎 敢这一下就起来 风云亭 是全身心的投入 这么一专注心神 可把刚才呀 这把事也就接过去了 两个人下的第三盘上 眼看着呀 美女要赢 可是 风云亭要输 风云亭身后的扶持一乐 哟 您这棋可下的不怎么样 这么走啊 就解脖子后身挂一只手 来 哼 这个手 看见这手就看见那人了 又白又嫩 孙 扶持 偶四 偶夫啊 哼 这个手 非常的漂亮 用手一指 要走这步 风云亭 拿着旗子 往这搁旗 可顺着这手 就往回调 一调 身后 站一 少夫 年 三十 以 就是将近三十 哎 不到三十 您可听明白了 这个跟美女 岁数差不多 但美女是黄花大闺女 这是少夫 美女呢 死了以后 十个年 还是自己十几岁那模样 虽然也二十大几块三十 但有十年是阴瘦 不能算 这个可能死的时候 就是二十七八的少夫 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 反正现在还这模样 看着是不到三十岁 漂亮 穿着也 妖艳 这个地方 叫做 梅刘木判 人有荡义 写得很清楚 这是福宗陵 已经告诉了 她是妓女 这地方还对她 有这么八个字的评语 那么她 不是一个 守本分的女人 自有荡义 她来了 也是美女说好了 为了 来 愉悦 丰云云云 来的 所以咋站在这儿 对封云亭是勾肩搭背 就是把手 往封云亭肩头 这么一搭 封云亭 受到美女的按摩 是浑身舒畅 沉沉欲睡 受到这个女的 这拿手一搭肩板 半身屠露一下 是又酥又麻 当时可就精神了 哎呀 大长引他坐这儿 您也会下棋 下不好 下棋 二比您高 接着走 哎 走这儿 接着走这儿 好嘞 哪下棋呢 紧着看这女的 哎 哎 美姑娘 知情知言 怎么称呼啊 爱情 哎呦 我当皇上了 我就这么叫吗 爱情 是如何 她就叫爱情 那怎么办呢 嗯 天有点晚了 你妈 早歇着吧 好不好 找到我的姐姐 您受累了 哎 没什么 走你的吧 这封云亭 给点不低等 你怎么也得挽留挽留 是不是 封云亭 有了爱情了 拿自己当皇上了 没什么早来玩的啊 没见 不留着 那么底下 跟这个爱情 两个人 这书 咱们可就不会说了 您查原文去就完了 那么只不过是 慎欢二字 这原文上就这么写的 那么两个人 互相这么一了解 这个爱情 可就跟风云亭说了 说您呐 这么着 我呢 顺着北墙走 您要想让我来呢 您就拿手捶这北墙 捶这北墙的 恋呼三声 葫芦子 我就来了 葫芦子 我来也打北墙这来 走也打北墙这走 可连喊三声我来了 咱们喝酒聊天 都可以 连呼三声葫芦子 我没来 那就是我有事 我那忙脱不开身 你可就别再累墙了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这好 这比梅的姑娘强 她有暗号 有树 那我喊过了 喉咙说不来就不来 那怎么着 天亮呢 天亮我该回去了 好吧 那您怎么走啊 我就打这走 北墙有戏 有墙份 你看挺大 一活人 这手就先进墙份了 一进脑袋走 跟一张圣片一样 进墙份了 嘿 这墙这份都摸得出来 这人哪去了 我垂着墙 含含葫芦子 我看灵不灵 别急 好浪费一次激动力 到晚上再说吧 才摔 这一觉摔得也挺晚 赶第二天 昏昏沉沉 到晚上 天刚黑 关门堵窗 走到北墙这儿 葫芦子 葫芦子 哎 葫芦子 两缓三胸 没动静 哎呦 完了 爱卿说了 锤完墙换三胸胡子 来了算 不来人呢 有事 别呆叫了 为什么 咱不懂人 阴间的规矩 回头要叫出货来 合适就要干砸了 这个不合适 哎呀 我一人跟这儿 待得多难 哎呦 这边墙上洞 没的姑娘来了 哎 我说 我叫这爱卿 怎么不来呀 您看您那点出息 您不要紧的 夜不虚席 我不乐意 我给您找这替身 昨天 怎么样 高兴不高兴 太高兴了 胜欢吧 那么今儿个呢 就 寒来 寒来 那您叫来没来呀 没来呀 这不问你的吗 这招 灵是不灵吗 灵 跟您说 他们有事 袁文贤 有高氏公子相招 因为他是妓女 那么在阴间 他有差事 他为什么要在阴间 应这份差事 到底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美女怎样得报自己 身负其冤 咱们是下回 戒言 好 书界上回 接收这一段聊斋志目 叫做美女 美女就是姓美的女儿 当初死了 冤死的 上标死的 那么老在这屋里闹啊 上回书给您说了 太行风声 风云亭 把他叫了 那么风云亭这个人 关乎到这段书目当中 咱们要评论他 是个好人 可是呢 做的不是完全的够 所以蒲鸿林先生 对他还有点意见 这样有姓有名 没有字 为什么呢 他把人姑娘救了之后 尸人图报 他要求婚 上回说了 那么姑娘说什么呢 姑娘说我现在是鬼 对君不利 这样 在阴间呢 也有妓女 招浙昌爱清 就是浙江的昌地 叫爱清的 爱清的是男人 对女人的一个 昵称 他的本来姓名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没表 可是 对于书中人物来说 就是在风云亭 他想 那么是人家有隐晦 原文上也写了 当爱清来了之后 还一看 三十亿岁 把少妇 那么 眉目之间 眉连不叛之间 隐有荡义 这都是原文上写的 可是呢 究其顾理 含糊不知其思 他刻意的对 风生有所隐瞒 您就叫爱清就完了 那么您往后文书 您可就听明白了 之所以 蒲松陵 这地边给他 起一个爱清的名字 是关乎全书都有用的 对他有一种隐晦 那么这个人来了 两个人呢 于非甚乐 于非的总回事 就是男女情欢之事 这是很尊雅的词子 在哪写着 在诗经里边写着 诗经大雅呀 大小雅您都知道 大雅里边有这么一篇 凤凰于非 这是凤和黄 他们两个人要交配 是在飞行当中 凤凰于非 所以 引用到 日常生活当中 中国的封建礼教 是很严格的 所以这地方写二人 于非甚乐 那我要再找你怎么找呢 爱清可就说了 您敲这北墙 敲这北墙 呼三声 葫芦子 我就来了 可您敲三声 我要来了 就算来了 连呼三声不至 我没来 那么原文写 就是不侠 不得侠 你可就不要再呼唤我了 哎 更不招致 你就再别呼唤我了 那必然我是来不了了 好吧 那么第二天天一擦嗤 他就吹枪 这也是个酒色之徒吧 或者说是个轻薄的书手吧 葫芦子 你声 葫芦子 两声 葫芦子三声 没来 再想叫 一琢磨 昨天嘴唬不了 连呼三声不到就别叫了 等着吧 等谁来 美女来了 见着美女她得问她 说你们这个 这个这个 阴间 这鬼 是不是啊 你给我推荐的这个 女人吧 我们俩人当然是 都很高兴 可是怎么 我叫三声不来呀 美女说那人有事 她有什么事 高公子 找她赔酒去了 高公子谁呀 你也不认识 你瞎打扔什么呀 这都阴间的人物 这个写的好 这是在其他聊天里 或其他故事里头 以前我们所没有看到 就是阴间也有娼妓 为什么阴间有 后文书有交代 我们过去呀 学取义呀 有的一段叫 妓女告状 八月十五 妙门开 牛头马面 两边盘 阎王爷就在上面 做小鬼 扛着拘婚牌 第六六一阵 阴风起 刮进一个女鬼来 女鬼是谁 是妓女 又叫妓女悲羞 妓女告状 她告什么状 她告宝儿娘 两家妈妈 告王不插杆 大茶壶 告这些个嫖客 她要诉一诉 她这一生的苦 其中 有几句是很悲惨的 这个大主演员 要唱出来 甚至于说 跟她自身的一种感触 是有关联的 跟过去唱大鼓的 有时也受到很多的欺凌 尤其像什么烙情调 小风调 这些个鼓曲 我十几岁家里头 一恨的就是我父母 把我卖入昌门 那么我到昌门里头 是非打即骂 然后 别人看着我们 每天描眉打运 画之招展 迎来了 穿红的送走了 花绿的 等到我们得了病 没有人给我们治病 死了 死了之后怎么样呢 一辈子挣的钱 都会领家妈妈的 到最后 连一个薄皮的罐子都没有 一领席 把我一举完 往烂淡港的一扔 都没有埋 来个野狗 把席扒开了 死后 到我的尸身 都不得以保全 那么就求盐里 再转世投胎的时候 做什么都行 别让我再投胎妓女了 我上辈子有什么 我想把别的办法还 所以这一段作品 唱出来呀 使人非常的 感觉到凄凉 悲惨 观众听众真有掉眼泪 很同情妓女 那咱们国家呢 是五一年 彻底 拿北京来说 取缔烟馆 寄院 赌鱼 这些个地方 那就彻底一间都没有了 而且力度是相当大 当年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现在还有现在的 八九十岁 老公安 那么我跟他们也了解到 一些的情况 所以这个在 阳间关于这个事情 咱们了解的不少 尤其我 说这个书 我看了很多资料 就现在电视剧里演的这个呢 跟事实本身是不符的 但是阴间从来没提 也没有阎王 他是一个主持正义的人 他是按功而断的 把人的一生功过 让你盼你是妻女 也是来世 下辈子你再投胎 当这个 那阴间不可能有 但是这段书 美女这段书 给我们这新的课题 阴间有 不仅有 我把这段书说完了 您就明白了 这个普通灵这个人呐 太毒 不是孤独的毒 是狠毒的毒 他的口舌太毒了 他的这个鼻 他骂事 他骂得太狠了 那么他是一个妓女 他陪别人来不了 高公子你也不认识 美女替这个爱情 答复了冯云廷 冯云廷很好奇 但我还得问你 进一步的探讨吧 是不是 因为你是女鬼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他也是女鬼 他的阴间是个娼妓 你的阴间是干嘛呢 我的阴间现在 居无定所 我没有魂 我现在呈现 你的面前的 这种意识形态 非人非鬼 我等抱完头 我就能够 转世投胎成人了 那你们在哪待着呢 你们平常 比如说我叫他 一垒墙就来 你是从来的 神州北墨顺墙上 就走下来了 是墙里面有个地儿 是怎么着呢 鬼无所 鬼无所 就是淡居地下 我们都在地底下呆着 哦在地底下呆着 那么地下有戏可容身否 他说完这句话呀 风声问他 那么你们说在地底 但是地底下有个份啊 是有一空间呢 是有一窟窿 是一什么地方啊 你们都在地下呆着 是分别的有地方啊 还大伙凑一块儿 平米面积 比这边怎么样 是宽着点 是紧张一点 因为您要知道 那边人是比这边多的 这边全世界 才留着来艺人 那边您算多艺人了 死的一定是比活着的多呀 是不是 所以我估计那边 比这边还紧张 而且您要知道 地球是一个球 最外面面积是最大的 其实里边呢 据柯小家跟我们说呢 就是一个热的 一个火球 那不适合于人累积住 恐怕鬼也不成 那就是在地表中间 地核外边中间那一圈 是不是 他面积又比外边小 又有那么一多艺人 在里边住 我们史前的不算了 这是史后文明的 这六七千年死的人 可都在地上呢 当然了 有转世投胎的 他老怎么转 您知道吧 从理论上说 是这六十来艺人 来回老转 但是呢 那也够瞧的 您知道是不是 这个问题还值得探讨 可去那么些人呢 没一个给我带回 确凿的一个证据来 我也没特意 托付他们到这 学林总 您到那给我托个梦 也没人来啊 这都是平常 我看了解看多了 我有一些个奇思异想 现在都已经提出来了 那城里在哪待的呀 他回答的这句话 也是这篇美女里的一个经典 也是聊斋里的一个经典 就是这话只有打 胡宗灵嘴里能说出来 我们看风神房 看西游记 看山海经 等等等等吧 就是 什么这个 涉嫌于这个 鬼了 胡了 怪了的这些个 传奇技工乱的都算上 都没说出这句话的 胡宗灵说了 就是从美女杂住风云亭 问的这句话 说地下有些可容身走 美女跟他说什么呢 说鬼不见地 由鱼不见水 你说这句话比鱼很高级 我们鬼要不见地 没有地 就跟这鱼不看见水一样 那就死了 鱼必须要在水里活着 鬼必须要在地下活着 那么由这句话 我们可以定下来 鬼都是在地下的 说有鬼行于空中 或者是上空 你神仙为什么都在上头呢 鬼都在底下呢 大概就总有这么一个总结 也很幽默 他不正面的回答 我在哪待的 他跟他说 鬼不见地 由鱼不见水 那么切身当你来说 我虽然说现在从墙上 把你释放下来 你当初上掉那个绳索 我替你解决了 但是现在如果我 能够救你 把你所付的那个冤 给你报了 爱明冤 报仇之后 我能够把你赎回来 那我是愿意 尽全力 封云廷由于喜欢美女 他说什么呢 我愿意破家产 全力而购置 这倒不是以空话许人 他确实做得到 为什么呢 咱前文书交代了 上回咱们先说 他是官居 他媳妇没有了 死了 也是正因为他媳妇没有了 他在外头跟美女也好 或者招这个妓也好 这还可以原谅 他并没有背叛他的爱人 而且他这个招记的情况呢 还很特别 是恋人帮他招的 你这女朋友说实在的 也只有了斋力 现实生活当中 捧怕没这事 那么他呢 家里边 没有什么牵挂 他就把家 都卖了 能够救美女 他的美女建立个家庭 是可以的 所以他跟美女表忠心 是这么说的 那美女呢 说不用 说您把家都毁了 真把我救了 我也没法跟您过 是不是 也不是那事 慢慢的 我这筹码是能报的 哦 那就是了 那咱们俩人 今儿你又来了 这是明确的了 两个人是不能发生 肌肤的 这个追亲的 现在你也找了 替身了 啊 我这问题 也能得到解决了 那么你来了 咱俩这么干多 这也不成啊 哎 挑灯共化 两个人说情话 聊 聊着聊着 不好好聊了 干嘛呢 这点血 风云亭 墙作戏 就是他这个人呐 嗯 不甘寂寞 他说 孤男寡女 啊 增下共语 这个广东聊 这不成 咱俩还玩游戏 玩什么游戏呢 上回咱也说了 这个美女 强项 是翻神 做 线戏 然后呢 这回有棋盘 可以打双路 两个人下 下棋 那么还是这些游戏吧 至四楼 四中间 过去啊 计算那个 时间用一漏斗 您都见过那个 可以杀了 哎 都流过去了 再转过来 就过来 这是一个更次 那么四更 怎么计算呢 哎 就是他来回四次 当然你要是 有那个 设置呢 你就买五个 五个可是五个 你弄完这个呢 你再弄那个 或者这五个是阶梯形的 因为他老漏啊 他有一大的 就是细的 流的慢的 还有一更大的 更大的 更大的 是啊 这样他能保持 时间的一致 这是一个比喻 四漏就是四更 四更方指 他睡觉了 他睡觉呢 当然美女 还要为他进行按摩 哎 原文就这么写的 会按摩术 这个我也给大家强调 这也是除了这篇聊斋 其他聊斋里头没有提到 所以美女这篇文章啊 给我们的提示是很多的 而且上回我说了 福宗灵对这段异性按摩描写的非常细 从身心达到了无比的愉悦 从脑袋怎么按的 一直到他的肩到他的后背 治骨就是大腿 还没有吹到脚就已经熟睡了 可见那会儿这个按摩术已经发展到很大 福宗灵是切身感受过的 这个我没有跟现在的这个 叫什么呀 这算什么行业 按摩行业 也没这词啊 服务行业 我没跟他们交流 他们有的时候挂这个 这个人的经络图啊 给自己找祖宗啊 哎 我觉得他们还是看书少 你要看了这篇聊斋呢 你别挂福宗灵啊 画美女 我们祖师爷是美女 哎 我觉得得好一点 是不是 或者把这篇美女的文章 其中这段表写 你给它摘出来 贴在墙上 引自于 啊 了解之意 这篇美女也合影 当然了 我也没上那地方去 我也没有机会见她 我老在盲人按摩那 自食一回 没有不认识我的 为什么盲人出不去 都听书 天天守着 那个画匣子 惊着 所以盲着按摩室 有好多人 跟我是朋友 您知道吧 哎 我去了 我都不用说话 我进门交钱 趴着 哎 没事 哎 可他就问您哪不舒服 我一张嘴去说话 这个眼盲的人 耳音都好 哎呦 您是王伟婆 王先生 我说是啊 打这儿就开始聊 啊 差不多的盲人 还都听书 哎 所以都认得我 当然咱们就不说 按摩了 这儿过去了 咱们还说书 是不是 哎 还说按摩 那你交三十不行吗 这还是我给您说 您知道吗 这还让我干爹 给您说还贵 其实我们这儿说的最细的 是我们虚水 这刘斌 您知道吗 您一会儿散了 中间找一件 不用给他钱 您给他买两瓶啤酒 让他陪您聊这个 哎 他会这个 哎 咱好好的 你们也好好听了 我也好好说 聊完摸了 嘛 那么美女呢 服侍着风云亭睡着之后 她自己走 风云亭 再醒了天亮 哎呀 找这房东 说你这房子呀 注意点影响 是不是 这个说的对 就是念书的学生 一旦你要是有嫖娼的行为 那么让学里边知道 就格曲功名了 而且永远没有在考试的资格了 所以您还得多助点意 哦 知道知道 自此之后 二女平来 就是平凡的来 三人坐一处 那就是下棋呀 翻神呀 经常的 差不多是天天的 通宵达旦 白天 风云亭睡觉 晚上 跟美女还有爱卿 两个人一块游戏 那么到一定终点了 美女就走了 是爱卿陪着她 当然爱卿不是每天晚上都来 美女的也不见得每天晚上都来 俩人有时候倒着 所以原文写 二女平来 通宵达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就因为 天天晚上来 成宿成宿的聊 嘻嘻嘻嘎嘎嘎嘎嘎嘎人 又说又笑 玩得高兴 别人能不知道吗 渐渐的 成社皆知 成社怎么回事 理社呀 哎 成社里的街道 包括他们学社里头 全知的 这个事儿 可就传到了 典石某 他的耳中 典石某 在这个郡县里头 但这个典石 就是赐予 县长的 这个官啊 典石官吏 您都知道 但他是八品官 您老说 八品九品 有的时候 您看那个 周星辰演那个 九品之木官 说的是谁 说的就是他 连从七品都不够 您可听明白 虽然说都不够七品 县太爷 一县之父母 但是他能够处理县里的案子 而且大半都是他 县长管的多了 这一县的事儿 都归他管 至于审爱 基本都是他来负责 那么 典石某 在这个县 干这个 监狱长 公安局局长 法院院长 他都监长 他干了多年呢 同志们 十有八年 要是一个清官 这十八年 把这一县 就能治理的 路不时宜 也不必户 人人平等 真要说 一好官 一个小县城 十八年 得治理的多好 除了外来的强盗 当地的治安 一定是很好 过去的官 跟现在也一样 也是几年一换 几年一换 你不是总在一个岗位上 而且现在也是 现在你一个领导 到一定期限 你要数值 尤其现在 走这个群众路线 大家伙说 他顺不顺值 大家伙得在 他的这个数值报告 念完之后 要举手通过 如果大伙认为 他能当官 继续当 不能当的话 那就下来 过去也如是一样 有考量的 那么他三年一考 三年一考 他愣不上别地去 他就跟着 为什么 辩职党女 他在这一线 扎着根 大又油水可捞 是挂进地皮三尺 所以连名 带信带字带号 全没有 典史是他的官阶 等于啊 就是某县杂 就这么个意思 是他的官阶 这某就够狠的 我一再给您说这个 哪这么说书 讲故事的 这一套书里 那有多少某啊 我都跟您说 某某某某某某 一会儿您得听惯了 我也说不清楚了 但就是不从能 就不给他 连个信都不给他 这个笔法 就跟三国演义 弩边独幽似的 独幽没名没信 糊涂糊涂出来挨顿他 那么一个独幽啊 独幽是什么官 他欺负人 张贵贵怎么打他 您就想这情节 独幽并不比刘备高 刘备平原县 县长啊 而且刘备手里不又不对 当时刘备并不过五百姓 不过关张 可是有意见 他是一支武装 人再少 他也是一支武装 可话说回来了 在当时 东汉末年的时候 天下一共中国地 上面的人才多少人呢 才七千万人 整个 所以到后的曹子 为什么 他看到赤地千里 杀人过千万 他自己的都干颤了 想当初 就是他刚起事的时候 七千万人 最后杀得剩百万人 您琢磨琢磨 这账打得得多惨烈 全国人的 那个青壮丁的男的 全杀尽 最后就这点当兵的男性 剩下都是老弱妇女儿童了 所以曹子晚年 对自己这一辈子 征战天下的这种乱 看着是非常痛苦的 在他的这个诗歌里边 都能够体现出来 那么在东汉末年那阵 有五百人 有关章二勇将 不可忽视 这也是曹子高的地方 就是在刘备 这个情况下 他就已经感觉到 刘备不一般 爱关于 那关于是马公手不公手啊 跟张飞两个人 他就那么喜欢他 所以您就能看着曹子 爱才实才 而且有这种雄心大略 这才有青梅珠酒论英雄 他已经是汉丞相 可是现在那会儿 刘备什么官 刘备寄居在曹子府中的幕僚 就一个名字 黄叔 黄叔是什么官啊 黄叔是黄叔 还不是亲叔 足叔 因为有一段书是 刘备跟汉先帝刘夕俭俩人论 我是谁谁谁 得备 中山靖王之后 靖王之后是谁谁谁谁谁 汉景帝玄孙 怎么怎么回事 一半一半往下备 备到我爷爷 我爸 我祖宗 这边汉先帝刘夕也得备 他从刘邦那开始 汉高祖刘夕 一只背的东汉汉光 五刘秀 其实他这只就不 不清晃了 因为刘秀就跟刘邦那只不是亲的了 您明白这意思吧 那么这一辈一辈一辈往下数 数到汉先帝刘夕这 刘夕一算 我比他小一辈 您是我叔叔 黄叔是这么落下的 可是他在曹丞相府里面就是个幕僚 曹丞相就对他这样重视 青梅珠就论英雄 划分天家大事 所以在那会儿有五百人一个 对我很可观 独幽呢 您懂这幽子 幽局的幽 信使 他是纪灵派来的一个幽差 传令官 他拿自己当纪灵了 他拿自己当了不起的人物了就 你得这么着 这么着 对刘夕指手画脚 张飞哪瞧得不然这个 您琢磨琢磨 一个送信的优地员 张飞还不揍他吗 当然我不是瞧不起优地员啊 我为什么我敢举现在优地员 那就是优地员现在少了 优信都没有了 您知道吧 您现在您多的您看起绿色的 飞鸽大二八 家众的说 后边那大方的那个 一样架子 土耳大邮包 就那么一搭领似的那么一东西 两边的里边都是信 都是报纸 这边是报纸 这边信 平信可搁的那后边 哎 要是家籍挂号 他都搁头了 咱有个小包 斜着那么一挂 哎 到门口一喊 我拿车 拿车两个 投了喊的也不知道 一院接受了七位 喊谁啊 你找谁啊 哎 得拿车 盖一车 才能领东西 领信 糊涂 糊涂 揍一顿 就他这个行为 没有名字 独游 就是他的官职 所以这个笔法跟普通灵这一样 连石某就在这个县城 当这官 十有八年 十八年 咱说他要好官 这县行的 奈何一节 他不善良 贪婪成性 本身家里边 也是浙之旺族 浙之旺族 浙江版 他们家是一个名门旺族 这就说他家里很有钱了已经 但他买了一个山西太行山这地方的官 您昨天要没有卤 他能跟那待着吗 他能愿意跟那待着吗 这里面医调 是一个肥胎 那么他的那个媳妇呢 死了 这媳妇那个听不懂是后娶的妾 逃了那证实呢 原文写嫡妻 私仆被处 私仆是怎么说 私通一仆人 被处被罢处 就被修了 这个写的也有点意思 他自己本身啊 连时某啊 他是一个很悲催的人物 妻子不闲 妻子不闲的 那你要私通西门庆也行了 为什么 西门庆他私通的这个潘吉良本身社会地位很低 他爷们五职是做小宝宝的 卖吹饼的 他自己呢 是大户人家的一个丫鬟 但是他私通的这个人呢 是杨古县首分 您别瞅不起开药铺的 新门庆家里头很有钱的 所以您作为我们的严实某 他本身是这只名门望族 他家里头很有身份很有地位 可是他的嫡妻呢 私通仆人 私不悲戳 他又叙取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呢跟他很好 原文就这么写的 两情相好 而且很高兴 可是有意见 这颠师某就更悲催了 积月而妖 写是妻 就是咱们学妻的妻 妻代的妻 念念妻 您看古书都要写这儿啊 这次都念妻 不念妻 积月而妖 而妖您明白 妖折了死了 积月就是肝满一个月 将然的够一个月 得病就死了 可他死不能说 嘎嘭一下就死 他先得的病 连抓药带瞧病 一共是29天 娶他那天 典史还喝多了 您就明白他怎么回事了 所以这典师某啊 也够激人的 好不容易 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跟仆人跑了 又娶一个又挺漂亮 满英语 喝了 他很不高兴 接近为的风声 夜招二女鬼 平来天天来啊 而且每天通宵达旦 承设皆知的 这个事闹得满城风雨 他是一线的官长 他自然知道有人告诉他了 告诉他之后 他动心思了 典史某一琢磨 真的假的 这要是真的 我可得找 这个姓风的书生聊聊 他怎么想呢 他就是这个故事小妾 这个死对的触动很大 就说人生无缩 八十老公文前站 三岁的顽童染黄泉 不论多的岁数 说没就没 你说我娶的时候 那么漂亮 那么年轻 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那么他做的坏事很多 第一 他怕阴间有鬼 来找他 像谁这样 就像美女了呀 他害人很多 他自己记不清 但他知道 他身上有人命 而且美女这个死 也是葡萄灵 写的比较狠的 他跟这个典史 本身连面都没见过 但因他而死 就是因为他贪污 五百钱 五百银的 原文写 为五百两银子 就害死一黄花大姑娘 多损呢 为什么美女 迟迟不投胎 在阴间十六年的冤魂 被造这仇 太缺德了 所以美女 一直 隐恨 不投胎 被报仇 那么他这样的坏事 做多了 他怕死了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无常委就来勾他来了 他倒没想别的 他想补问啊 阴间的情况 说这个能不能招阴间的妓女来逍遥 他倒没往那儿想 他主要是想啊 如果风生真跟阴间有朋友 有交情 我托不托不地让他勾得来 勾得来之后呢 我让他带口信 我花两钱都没关系 到这个阴间呢 找这小鬼 他能见证判官更好了 花两钱 他完全都是这边的这套作为啊 就是行贿受贿 打听打听 我扬手还有多长时间 另外要再方便呢 我在行行贿 本来还有啊 二十一年 我在百十九年呢 给我算四十年 要再能花钱呢 六十年 八十年 一百年 我来个长命百岁 我在这边呢 我多改了 他想的是热闹 结果怎么样啊 他骑着马 带着钱 造风 造访风生 前来拜见他 这个造子 就是很隆重了 那不是一般的 到这来 按说他是一县的官 而且他主着这县里的法律呢 风生呢 是山里孩子 这个咱们前文书说过 风生家住太行山 他是致隽 际遇在此 住的学生公寓里头 您说 他要见一个进京赶考的大学生 上县城里来的学生 那随便派个人 啊 老过人 突然 这不很方便吗 啊 不行 亲自来看他了 造风 可是帮东派坏了 呦 大人 您今天怎么 到我这儿 是茶库口啊 撒灭鼠药 喷滴滴呗 撒溜了溜 你说那都街道去会大妈干吗 这都不是我干的 那您什么事 你这个公寓里头 住了一个 姓风的风云亭 风项目 就提我要拜见拜见 您找的什么事啊 你帮大家 拿着他的这个名次 递进去 风云亭一看吓一跳 他官带小 八品 他也是官 他我一平头老百姓 一穷学上 赶紧出来赢吧 可就把 这个点石某 迎接到屋中 跟房东说 您收来给七点水吧 大人您做 什么大人 普通群众 普通群众 在衙门里见着你叫我一声大人可以 这个地方 不一之雕 咱们俩人啊 兄弟相称 您 大会是上云下亭 封云亭 对对对 是我 云亭老弟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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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水搁着没你事你出去了 这个 我想跟您打开点事 您问吧 你 是城里人哪 还是乡下云 乡下云 家住哪 就县城卖着山根比 下 家道还算阴时吧 过得去 混得住 上县城里干嘛来了 您是 公事还是私事 私事 私事 因为您这官啊 您这么一审我 我这是根颤 我进县城没别的事 嗯 您听真话听家 那你说真话 我说瞎话 我就是进县城来考学 找一个同学 文习功课 要说真的 我是家里老婆死了 啊 城隆 你 你 你走了 我老婆死了 我心的烦 我上县城里头 散门散门 兄弟 我羡慕死你了 怎么 我老婆也死了 我就不能像你似的满事溜达 我这官当 我明知这怎么回事 使我家都拿钥匙 当家可不主事 县里的大的小小事 都得我去操心 哎 你要说我是县长也行 我说了算 上面有县长 副县长 把个婆婆管着我 什么事情 大小事 都得汇报 可是一婆婆一主意 我当家受加本气 底下的群众还不理解我呢 哎呦 这点小芝麻 这点小芝麻官当得可是不容易 要不是当初我宣伯事 我要忠于我的事业 说什么我也不在这干 跟你说实话 你俩嫂子都不在了 都死了 都死了 小嫂子死了 你那大嫂子 得一安 第二了 跑了 你说当典史夫人多好 干嘛一人跑了 谁说她一人跑了 他一人跑了 我能气成这样 那么他几人跑 哎 我们家四婶 家丑不可外扬 没有脸跟兄弟你说 本来你跟我说不着 风情一琢磨 省大官 不在里面 还待着办公 你跑我那 跟我说这个呢 老婆死了 上县城里边散闷 找童爷聊聊 好 在县城里住得惯吗 哎 住得惯 这个居住条件 是不是不太好 学政公寓呀 您现在知道 您看写着 大学生公寓什么的 真正里边居住条件 头一样说面积就小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万事难 哎 您家里面 你不见得也大 但有爹妈 这书记都是同学 谁帮助谁呀 是不是 那么你在这儿 要觉着不习惯 我给你换个环境 县里边的招待所 虽然说不是特别好 但有我一句话 白吃白住 您跟我非心非故 怎么对我这么好 不是 我有的事要求你 您甭客气 您有什么事 您说 自我办得到的 我尽量帮忙 那你在他这儿住着 达没达到 你每天欢愉的那个 期望 就是你的那个 诉求呢 达 达到了吧 捧怕就算达到了 怎么达到的呢 那同学时常的来往 我们一块 饮食答对 饮酒谈天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哇 这小哥几个聊聊 就都那么高兴 就能把死老婆 这事给忘了 也就那样 兄弟 这就是你 当小兄弟的不对了 怎么见得 我的不对呢 你跟大哥 我没说实话 都是穷学生 住的这小院里头 你们能乐得哪去 我可听说啊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你瞒着哥哥没说 有妞陪着 对不对 嗯 嗯 这个 说 你多么踏实 搞公安的 嗯 他天天断案 关断十条路 那风云亭嫩的 这稍微这么一打了链 那就已经招了 已经让他说中了 你再说没有否认 已经没有用了 不是他恐怕您听传言是虚吧 哎 就外边瞎说 不足为信的 兄弟 你还没理解我来这趟 我跟你是同病相连的 嗯 我听说 贤弟福尔 您说我听得见 你这无闹鬼 而且是女鬼 你能把女鬼给招了 而且你们处得还不错 而且不是一个 俩 你们成宿成宿的了 你们是下棋 翻神 有飞机 有面条 有毛坑 对不对 传的够细的 这你都知道 有没有吧 嗯 没有 风生不能成的 风生新的话 我说反正他晚上才来的 你又不会秘诀 你其实现在到北前那 帮帮帮 一锤就出来 咱们前文叔说了 他头一次见美女 就是交洋正午 他这睡午觉 唯独这个美女 跟这个 哲记爱卿 他们两个人 黑白天全能来 那现在你要到北前那 一说这咒语 爱卿一来 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但你不会 你不会你在我这待着 你也不能待在晚上 我不能承认 今天晚上我把美女 跟爱卿俩人 招来之后 我跟他们俩人一说 打这儿起 练着这音乐 别来了 我咄咄这风生 我把房一退 我先走 不能让县力 人知道这个 他来了 没有什么好事 风生有这个警惕性 不承认 没有 哦没有 那好 咱不提 我问你 你这屋子里头 怎么这么些柱子呀 嗯 多吗 多 而且这房梁 这怎么缺一块呀 是你来的时候 这屋这房梁就没有啊 还是你来了以后 这房梁才聚下来的呀 嗯 厉害啊 这小子三角眼 这么一瞪 他是断案的时候 他说的正是 问题 证据的关键之所在 为了救美女 断屋焚粮 因为他这房梁那儿掉死的 没你说呢 你把这段房梁聚下来一烧 我就解脱了 那么他跟房东说完之后 确实有点咱们坐着 房梁是烧的 这屋子不能房顶子耍下来 所以多弄个几根柱子 给他顶着 屋子里的柱子一多 让他看着闹着 人家进屋子时没提 而且早就已经掌握这些证据了 现在瞅了个啪 一句话问出 风云亭 风云亭 这还问了 哑口不言 我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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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点恶意都没有 而且我确实羡慕你 我不跟你说了 我媳妇也死了 你要跟我说实话 我求你帮我办点事 帮也在你 不帮也在你 那就看咱们哥儿两个交情 哦 郭文婷一听明白了 他媳妇也死了 他肯定也是寂寞难耐 跟我一样 然后他一听说呢 阴间也有觊觅 他得招来 然后也陪他 是不是这意思 您都说到这 我要不承认 哎不行了 哎别叫大人 叫大哥 大哥大哥 确实有这么回事 有这么回事 是有这么回事 可是 他们俩跟我是朋友 我们呢 要把他们找来 其中有一个呢 可是良家妇女 另外一个呢 虽然说在阴间 也干绝见不得人的勾搭 但是 他那业务还挺忙 就是我让他来啊 也不是回回准来 他现在陪我一人啊 还陪不过来呢 我要再给他发展客户 我恐怕他硬接不暇 没那么些功夫 哎 等会 等会 等着 哦 这俩女的 其中有一个 还是干那个的 哦 您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阴姐还要干这个的 了了了了了了 您不是为了循环 多乐 不是 我 兄弟你走了 我这人 你也不金属多了 你就知道了 不敢说 咱们自诩 柳夏慧 坐怀不乱 咱们可不是那随便的人 你那俩嫂子 那大嫂子 她对不起我 小嫂子 她也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她 可不可以命短 我们俩人一个月的就死了 感情很好的 我不是让你把她找来 陪着我寻欢作乐 我是有别的事 托付你 哦 侯云婷一听 她吓我一跳 要这个 我还真能帮帮忙 什么事呢 嗯 也不是很大事 金金维啊 你这小嫂子一走 我感觉人生无常 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所以我打算 请你 招来你阴间的这两个朋友 那么我拖他们到阴间呀 帮我打听点事 他说的这儿 封云婷可以不傻 封云婷我就明白了 哦 他想问问他 寿数即许 听他说吧 这电视接着说 他坏点神不要紧的 嗯 哎 对了 你在阴间这俩朋友 其中有一事干这个的 这是怎么个消费方法呢 是花咱们这笔钱呢 是花那笔钱呢 要花那笔钱就好罢了 因为咱们这笔钱 买多了那笔钱都行 我让县里面印刷厂就给印了 印什么 印鬼票啊 多说亿往上随便印 哦 您自己掏钱 不仅县里面报销 我就说县里面学校印券的 跟县里面教委一说这事就能办 好好好 领教领教领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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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花钱 我这边 要是召集朴城给花钱 到那边不用花钱吗 嗯 不用花钱 凭什么 不凭什么 他是朋友 没跟您说吗 哦 他活着跟女朋友 不是 死了以后认识的 也不是 怎么个朋友 他跟我的女朋友是朋友 因为我这女朋友 我们俩不能有肌肤之亲 这我跟您说 您可别嫌我 我也不嫌韩他了 他帮我找来的这个阴间的娼妓 他叫什么 他叫爱卿 特别听这名字 那么他这个钱呢 钱是我的女朋友帮着付的 哦 你的女朋友跟你是一阳两阶的恋人 对 然后他花阴间的钱帮你找妓女 哦 兄弟你够深的呀 这个大哥还要单独讨教 你问 需要怎么个花钱 我办 到时候买通了阴间的阎王胖官 问问我还有多少年 跟你说呀 哥哥我可不是怕死 皆因为这边 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业 大媳妇跑了 二媳妇死了 我怎么也得再娶一个吧 真要说三年两年我就死了 我可有点对不起人家 换言这个 不像永三无后为大 我都遮岁上了 在县上干了十八年了 没有功劳有苦劳 那么我怎么就不能有个家庭呢 我再娶一个 生些一男伴女 半袋我死了 生些姑娘瓜 我又谁拉着呢 那你想想 对 风云丁炸他被骗了 有您的秘书 可您提这个问题呀 原先我也没敢想过 跟蒙体提出疑问 是不是 我帮帮忙 我把他们找来 找来可是找来 您得尊重人家 我知道 你找哪个 找你的女朋友 还是找那个妓女呢 我只能找那妓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俩之间有暗号 我一锤这北前 我一念那咒语 她就来了 我那女朋友呢 她是愿意来就来 愿意走就走 我还真拦不住 有一个来就行 跟我把这事谈清楚之后呢 到那边寻完价 回来跟我说 花多少钱 哥哥我有 问清楚了 至于能不能买我的羊兽呢 日后再说 恐怕阴间 不是那么容易 办这事 得了大哥 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 我试试看看 好吧 兄弟你受累吧 我今天晚上几点来 干嘛今儿晚上 哎 我也不都得晚上出来 不不 他们白天也能出来 哦 他白天也能出来 也对 到晚上 他就该忙上班啊 他事多了 白天他就有功夫 您就甭抛这鞋子 您等一等 哎 好 我等一等 典屎这么一掉脸 那意思啊 是我躲开点 不关注你 实际 知道吗 在那听着呢 看看你怎么样 一个行为动作 要能听 把你的咒语销毁了 我也不傻 多难的咒语 我听几遍 我就能会 他说喊三遍 听一遍不会 听两遍不会 听三遍 我还不会呢 到时候 我可就不用你了 这县里边 我说了算 抓你一插之错 把你轰走 实在不走 就把你下大牢 然后我把房东 这间房一霸占 以后 我天天跟他俩单线联系了 他狠着呢 这儿在这儿听着 风声走到北前那儿 用手一垒这墙 呼啰 他怕他听见 这仨字有好说 呼啰 喊两声 爱情就来了 白天确实没事 一边顺墙往下走 你听得了解 顺墙块里头出来 顺墙往下走 一边啊 嘴里边叙叙叨叨 哎哟 我说风相公 您可真行 这才几点呢 大白天您就垂墙叫我 讨不讨厌呢 哪天不都那钟点来吗 我也是倒了霉了 认识美女 这么一朋友 紧着托付 嗯 他一边埋怨 他一边顺墙往外走啊 他得先看见风声啊 风声呢 伸手顺墙上往下接他 啊 不是 今儿就没别的事 给你引见个朋友 哟 爱情一边顺墙上下里边 琢磨引见个朋友 这个不像话 为什么 两个人从阴间来 每天私会风云亭 这是个秘密 那么这个秘密呢 不愿意为人所知 阴间也不愿意让众鬼知道 阳间更不愿意让众人知道 那么你有点得瑟 你每天有二女陪伴 每天通宵达旦 两个美人陪你还不行 你还外边各处去宣扬去 到现在弄的满城风雨 都知道来了人 你还把我叫出来引见 这不像话 但就要是没你出来 掉头就走了 根本连墙都不下 一听这话 滋溜就没了 他不行 他是妓女 妓女怎么回事 阅人无数 而且他就干的这个工作 他不怕见男人 也不怕见生朋友 一回生二回生 三回俩人是朋友 只要你有钱 他无所谓 想着这似乎觉得不合适 但是可也没回去 继续的跟风云亭啊 是 鸡笑打骂 我说你讨厌不讨厌 我让你给我引见朋友了 谁呀 我瞧瞧 转身行 他一瞧 这风云云亭一测身 他可就看见丹石某了 丹石某这正回头 这人从墙上下来呀 墙上下来 丹石某呢 往墙看这边 嘿 他又上点岁数 所以他目力不是那么好 他这样过来笑容可拘 那意思你下来 我跟你一问 把我事说清楚了就行了 他还没看见女鬼呢 爱卿瞅见他了 爱卿本来转身行 要打招呼 当时色变 看一看脸就变了 一看着丹石某 转身就走 风云亭是伸手相巴 哎 爱卿 你 不 爱卿是满面惊慌 赶紧再瞧 这丹石某 看了半天 沈氏良久 瞧清楚了 哎呦 咳 你怎么 我跟你 头一巨碗 咱不知道 风云亭这吴哥一巨碗 咱聊天就那么写的 我也不知道巨碗是多的碗 原先我想说呢 俩人呢 这儿是风云亭呢 还有招待招待丹石某 原先我这么设计的情节 还有汤 上去打汤碗 把这汤碗砸他 可是根据聊天原文写的这个情况呢 还不是简单 就是一汤盆的事 巨碗 哎 所以我就不给你下编的情节了 反正不来有一个很方便的大碗 这天之某也真急了 把这碗子就抄下来了 风云亭一想你要干嘛呀 干嘛 我弄死 不他已经死了 不我 拿这个碗 啪啪一下 他就拽过来 整是 这爱情往墙份里钻 北戏 北墙上有戏有份 他来去都走这 他正往里钻 这碗也到了 啪啪一下 砸在墙上 墙上的灰也砸下来了 似乎也砸着这爱情 就听这爱情啊 哎呦一声 进去了 特然而弥 没了 您再瞅这 兼职某气的 啊 姓风的 你 你太可以的了 来人 这不是在他衙门 没人呢 他已经疯了 来人 拆他的房 把这尾圈给我掏开 把那个小尖辈给我抓出来 姓风的 你活不了啊 风云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刚才满面笑容求我办事 这么会儿一瞅见我这爱情 他怎么急成这样 拿大碗砸人家 哎呀大人大人大人 您慢 不要着急 您怎么意思 他这一劝 这典史 这典史作威作福作惯 这现在的他是爸爸 他还管那个 一会儿他明白过了 他气糊涂了 这不是在我的牙子 你等他 你跑不了 房东 房东 我告诉你 放走了姓风的那小的 我把你们全家都下大楼 他往外走 那意思回衙门 喊人去 到了这儿 先把人全抓起来 然后拆房捉鬼 他气坏 他这儿就闹着呢 从北墙里出了一人 从北墙出的这人呐 甭说这典史 就是风云亭 都吓得够呛 饶使打白天 这儿真得说令人毛骨骨骨悚然 从墙里边 出了一老太太 风云亭呢 对墙上下人 出来女鬼 已经习以为常 天天晚上 通宵打赞 有说有笑 翻身 别老提这毛骨 这儿除了一老太太 这老人家是谁 你再瞅这老人家 堵着拐杖 一步就到门这儿 怎么那么快 堵着门 这典史正往外走 一回头 典史用手一指 他以为这老太太 从外边来的 你干什么 这老太太真对得起 抄起这拐杆的 照着这脑袋 就这一向 就给叨唠了 穿下血腔下的 一大窟窿 哎呦 普通往这一坐 这老婆手还真狠 拿这拐杆的脑袋 叨唠唠唠唠 是连打带骂 骂的那词很难听了 抄壁贼 贼呀 什么东西 你知道你是干嘛的吗 买一条骨脚带 倒宣鼻梁 这话 倒宣鼻梁 你这大头碰上 买条骨脚带是怎么意思 明朝制度以下呀 像他这个官阶 八品 八品的官 典史啊 他没有补法 您都知道 明朝清朝 这补的是代表官阶 他不够 不够怎么办呢 他还得显示出来 跟一般平头老百姓 跟白地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能跟布衣平平穿的一样 我就穿的带着 我不是官 他得有一个官服的显示 所以这个典史 那个级别的官啊 要挂五脚带 五脚带怎么意思 把那个五脚啊 您都这牛脚啊 脚那圆片 搞不过空心的地方 这个尖的这地方 他是实心的 实心的 给他拉下来圆片 很漂亮的 磨得很精致的 四个圆片 镶在一条带子上 他把这带子从这儿 寄到后头 这四片 这边俩这边俩 整是腰这儿 他不管穿什么衣裳 最外是总要 把这五脚带亮出来 那么这四个五脚的圆片 就是他官阶的象征 慢慢的约定成俗呢 那么这一级别的典史 都要配这个 但是这老婆 骂的这话话难听 买一条五脚带 还不是你挣来的 你花钱 你就买这么一条带的 你就是官了 倒悬鼻梁 你就大头冲上了 你做的这一官 胭脂黑白啊 颠倒本县的乾坤世纪 黑的成白的 白的成黑的 翻手为云 覆手为云 你一个人上下七首 坑害黎民百姓啊 底下老太太骂的这句 就是蒲宗陵骂氏骂的这句 是我看 聊斋这么多篇里面 最损的一句话 从这老婆嘴里头骂这 点尸某 说锈三百钱 便耳嗡也 灯里有三百个钱 就是你爸爸 这嘴太损了 为什么这个话 能从他嘴里说出来 这么损的话 后文书有交代 这老婆也不是一般人 所以有人看聊斋到那 包括我 就说佛宗陵啊 够恶毒的 他要借鬼骂氏 还是借这么一个身份的人 一个老太太 骂一个在阳间的官 直接 面对群众 面对黎民百姓 就说最基层的一个干部 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他有时候接触不到 民间的疾苦 可是像点尸某呢 直接 因为几百两银子 就要人命 多可恶 他输了 贪污了这几百两银子 就愣告美女 跟人家有奸情 把她带上 躺上来 治对了 那一带了 美女活不了啊 索性在家就上吊 他都没见过 这女孩子 就置人于一死 为了钱 什么卑鄙的事 都能干出来 所以让这老太太 骂她 贪鄙贼 贪婪 卑鄙的一个贼 让您记住这句话 秀三百钱 兜里头有三百个钱 变耳翁也 就是你爸爸 你跟我们都比不了 你跟爱卿都比不了 他一骂她呀 这委屈啊 他不认识这道菜 电视萌 你连打带袜子 我的血都不来了 你干嘛 这个老婆子 我招你 我惹你 招我惹我了 你刚才 拿大丸砍人来的 我砍人爱你什么事 你砍的是我的人 你是干嘛的 老宝子 您琢磨琢磨 阴间来老宝子 把阳间的基层领导给骂了 您说普总领损不损 我为什么老苗这句 就是跟王月破误不关 您去看 聊斋 他是不是这么写的 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我说书正您三十 是工人一笑 大伙他阿姨愣 对不对 我也没接触 那么多社会的阴烂面 我看到了 我也认识不清 您知道吧 照本宣科 您知道 您就哈哈一笑就得了 再说一遍 阴间的一个老宝子 到这连打带骂 你把我人打伤了 伤我 钱子树 就摇钱树 你得赔我 打你骂你就完了 你知道爱情这一下 上不了班了 哎你这一碗 巨碗呢 他谢谢他谢谢我吃谁家 我们本来从皮肉生甲 到阴间还干这个 我们义吗 我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 这么一个人物 让你给打伤了 多少天上不了班 你赔 你知道我们的业务多忙 既然你不赔钱 你走不了 原文贤老差 一个老妓女 后来当了老宝子了 他这一说呀 点石某更委屈了 那你更不能打我了 这个人 是我妻故事 死那故事那小倩 刚满一个月那个 他死了 他是我媳妇 在阴间做出不真不截之事 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打得不应该吗 那么就是蒲松凌 他写书也有他的封建姓 这句话还站得住 因为确实 这个点石某是他男人 那他活着蹦提 就是他死了到阴间当妓女了 这对于有辱人家 点石某的这个明文旺族的家庭 但是书写这个 聊该日益 你要明白 当初就一句话 在美女介绍爱卿来的时候 原文写由 浙昌爱卿者 介绍点石某的时候呢 似乎没关系 他说了一个 浙之旺族都是浙江人 这就是福气千里 春秋笔法 那么他写书 您得真前顾后练着看 这一会儿就把谜底揭开 他就是死的那个小妾故事 那他对不起 这个点石某啊 所以点石某连打带骂 挨完这一顿他心了委屈 你那老婆子 我不管你阴间阳间的 你得讲理 我媳妇到阳间里 鼻梁为畅 他当个妓女了 哦 现在我瞧着 能够打的还不行 你给我一顿 你们不讲道理啊 他说完这句话 就是风云亭旁边听的 对啊 感觉说了半天 他死那小妾 就是这爱卿 风说他对不起你 连我都对不起你 为什么爱卿 陪他睡觉啊 老太弟 你息怒得了 你躲开 你拦拦连你一块打 我可瞧你面子 我没下死手 要不然我弄死他了 不是他怎么 他怎么了 今儿我让你明白明白 你知你办多少缺的事 你早该死了 你阴间的父母 就是点石某 他爹妈也死了 到阴间 阳告阎君 你这个阳间的爹妈 都是好人 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 王八蛋的儿子呢 坏事做绝 说人话不败人事 吃人饭不拉人屎 那么他们愿意保佑你 娶一个媳妇生个孙子 他们好延续这一门的香烟 到阴间保佑你多活几年 阳间说凭什么 你们俩是做了不少好事 那么他在杨家办 那么些坏事 他就该死 而且再转世 投胎 他都不能为人呢 结果你父母 在阴间出了一主意 愿把爱习 你这地方就是 福松陵写的 不地道的地方 在今天要有人出这主意 他甚至比点石的罪还大 但是当时福松陵写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正确的 就是点石某这个坏人 他爹妈要以爱习迈入青楼 谁是底罪 您就知道那会儿 妇女的社会地位 嫁了人之后 到阴间都死了 还受到这样的压开 公公婆婆愣作主 把她卖鸡院了 而且替阳间那丈夫赎罪 你说这叫什么行为 而且言不言还准了 这才把爱卿 带到了阴间的妓院 当妓女 跪的老婆子管 那么要没有 你爹妈的这些作为 你不是今儿死 你咋不就死了 你还舔着脸打人家呢 你赔钱 说的话 拿给那会儿 这一通打 打得跟血瓢似的 你别看你老太太 这点石某都还不了手 一会儿倒在那 凿好几个大鞋窟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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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窟 往外抱歇 躺在那儿 他动不了了 冯云廷一看要出人命 这要死得我这屋 他顺墙坡走了 我这屋死一八品瓜 县领的公安局长 死我这屋了 我摘得不轻了 哎哟 风云亭一强老太太 老太太 您可您别下绝情了 你要不把他带走 那会儿您把他下幽默炸了 与我无关 再说他媳妇我得的了 是不是 我是既得利益者 我不能说便宜话 要不然您别弄死 我把他送回去 他在哪儿死 跟我没关系了 我现在出去喊俩人 您搭大伙说行不行 我得有个证人呢 老太太说 你这姓风的 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你的事 你以为我打完就完了 这事还没完呢 怎么还没完呢 还有什么事 他还有仇人 这句话刚说完 李建屋门脸一挑 美女冲出来了 美女是得冲出来 怎么 他就是为他所害 敢 这个典史一瞧美女 俩眼更直了 不是 他 他又跟我什么丑啊 你们他没见过美女啊 美女没上堂就上吊了 一瞅这美女啊 伸着舌头 连风寻亭都吓坏了 自从风寻亭 这个毁无坟粮之后 把他救了之后 他这舌头回去了 天天晚上有说有笑 而且是个美人 今儿又把这舌头伸出来 俩眼突出于旷外 而且手里还拿着家伙 拿着什么 拿着长三 女人 别头发那簪子 恶狠狠 凶神恶煞的相谎 奔着这个 典史某可就扑过来了 我要你的命 典史某不认得 这怎么意思 风云亭 似乎有所恶 哦 他经常老跟我说 恨县里的典史 是不是就这家伙 美女你 这美女可不管 也不哪来那么大力气 捧一下 可就把风云亭 扒了一边去了 来到了 典史某的跟前 往那身上一骑 他躺在这儿 拉着长簪子 照着他的耳根台 打 扑就进去了 进去的又三寸多呀 这长簪子 要往外一扒这铁 撕往外一丝 那非死了不行 风云亭吓得脸都白拉 没大姑娘 他可不能死到我这屋啊 他为限制典史 若死在我这屋子里头 与小生有救啊 就是我宅得不轻啊 还望投鼠忌气 不可要他的性命啊 您带头美女听完了 风云亭这句话 这长簪子也没拔 用手一指 这典史某 今日雇我风狼 我看在风狼的面子上 一咬牙 舌头往回一缩 唰一下 没了 老太太 唰一下 也没了 两人进墙了 也是 大家在墙里还说话 外面这俩人能听见 美女还劝这老太太 大娘 多少钱我包陪您 您别生气了 有多的仇 我跟她抱 行 丫头我看你了 你这个 顾爱卿顾姐姐 伤得可不轻 是我看她去 您喜怒 您喜怒 真真把她打得也够呛 你立三子比我厉害多了 您俩有伤有良的走了 风云亭 突然就坐这 您带头这典史 写瓢箱房 往外爬呀 爬到门口 房东一瞧 谁敢过来 他呀 就那么一路爬回官署 中夜脑痛门毙命 也就是说 这个典史某当时没死在风云亭的窝里 爬回他的官署衙门之后 没过半夜 他就死了 次日晚间 风云亭忐忑不安 不知颇天大的一场大错 是怎样消除 恍惚之际 墙上音动美女 来了 哦 书界上回 接说这么一段 聊斋的字幕 叫做美女 姓这个美啊 也是这美 梅花也是这美 不是美丽的美 可为什么一说美女 您往那美丽上想呢 就因为逢赏必华 两个三声字 搁在一块 头一个字 必念二声 两个赏声字 搁一块 头了这个 必念 杨平 二声 您比如说 马 马连 马连 两 哎 您能念马 到马本斋这 您听 就不能念 马本斋 就是马本斋 蚂蚁 哪位 您听的都不导音 可是呢 念不再是二声 是马 蚂蚁 没有说马 蚁 除非你一个字一个字念 这就是 咱们语言学呀 哎 专门研究这个 所以您记住了 逢赏 前面这个 壁花 所以我也说美女 不是美丽的美 是姓梅 是姓梅的梅 他姓梅 那么他死了 遭破害死的 害的这人 他都没见过 就是 泰杭俊的 这个典史 那么他贪图了 银子 哎 他把美女给害死 没想到美女 在阴间 给风云亭 风秀才 找的这个妓女 生前 是典史的 爱妾故事 这就叫 无巧不成书 那么出了一老太太 一通打 可就把 这个典史某呢 打得够呛 再加上 美女出来 拿橙子 沾刺耳 结果当时没死 回到了 了狱所 终夜而避 当天夜里就死了 那么他的死 对于说这 一郡来点 应该是大快人心 恨他的并不是说 美女一个人 多了 那为什么要用美女 把他刺死 这就是 浮松灵狠的地方 浮松灵 要让 阴间的一个 老昌 原文写 老的妓女 跟美女 一个受迫害而死的 少女 一个姑娘 两个人 把他置于死地 这就是浮松灵 对当时那个社会 一个控诉 他有他的武器 他会编故事 写小书 所以您看 每一篇了战 每一个长故事 短故事 都算上 那真得说是 淋漓痛快 这就是美女第二天来见 秀采风云亭 说的这话 这也是这篇了战 写的好的地方 叫 大乎痛快 这跟 我跟您说过的 静听一样 智障而起 正赶面呢 把那个 赶面上 往面暗一扔 我也凉快凉快去 当时的老婆婆 放了 这有点这意思 大乎痛快 冯云亭一条 你别喊 这人命 这学生公寓这 大伙都听见了 我这武打得跟热谣似的 可是他是回家死的 死因也不明 我这武也为凶器 但是 多少我有点嫌疑 那么到底你跟他什么仇啊 他就是害你的那个典史吗 对啊 美女说这你还用问呢 他不害我 我能这样对的吗 太坏了 这点了斋写的好 写什么呢 他把两个人的这个 年头这点 费了点笔墨写了一下 说此典史来此郡 持有八年 他来了十八年 那么奴隽我被驱寒冤 我上吊死 十六年 为什么要写这两句 不是简单的一个说 他在这作威作福十八年 也不是写他寒冤十六年 一个花季少女当时死的 那么年轻就死 然后地下寒暄十六年 很漫长 您总勒着这个舌头啊 都缩不回去 挺漂亮的姑娘 面目猙獰 还不单单说的是这问题 十八减十六 就是二年 一个官到了一个地方 刚当了两年官 他就能行出这样的事 这问题在这 也就是他到郡上的第二年 他手里的就已经有 这样的人命若干条了 我们老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某一个领导 或者某一个干部 地方官员 他到了一个地方 必不敢 马上就大张旗鼓子 大贪特贪 大搂搂搂搂 刮音地皮 理想的状态是 三年清支府 十万雪花银 这是我们老百姓 心里边比较理想的 一个数字 那拿刘宾来说 续三年水 才赚您 一百块钱 没事 您心里没 无所谓 不能超过这心理底线 您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这回您来 可能多收您五块 找钱 少找您三块 您也不履会 三年时间加一块 才坑您一百块钱 那无所谓 您反不上 对不对 您说一回要就坑您一百块钱 这事不就过点了 能得到您的肯定 很难得的 但我这小兄弟心太宽 他坑过你是怎么 我只能拿他举例子 他没坑 那么所以老百姓才说出来三年青之府十万雪花银 这句话 说出来并不是说的贪 说这是好的 那是这意思 还有比这更过的 他三年呐 二年头上他为了三百钱 原文写三百银 银子的银 就能够迫害人民 所以福宗凌在前面借老畅的嘴才有这的话 笑三百钱走便可耳蒙银 那就是你爸 哪出这么难听这么狠的话 现在借美女的嘴把这个问题要告诉风云亭 我恨他 不是我一人大伙恨 恨他什么份 来到郡上十九八年 奴背去寒冤一十六来 风云亭一听难受 美女啊 美大姑娘 我没想到 你在这墙里边或者地下 不管你在哪待着 一呆呆十六年 瘦十二十岁 那么 无怪乎现在 你能够亲手的杀死仇人 这样的痛快 快意恩仇啊 不管男女 本来没有这个力量报仇 现在愣报了 那就是几次要谈那个 难以启齿 都是因为这个 美女跟他谈话 话说到这儿了 要想让他帮忙报仇 不能提 力量太悬殊 今天要把这谜底接了 那么我也不知道他来 没想到他来 这是主动的仇人送上门来 原文写四听 就是偷听 这个偷听很不道德 也很不光拍 但是美女是鬼 封人平这儿来了 客人了 自己一现身形给吓跑了 是好意 我听听谁来了 没想到一听 跟故事爱情打起来了 那是活着他的小妻 他认为这个小妻死后不真 阴间为昌丢了他的人了 没想到老昌出来 把他连打代骂 那么逮着面的机会 我还不动手吗 我已经仇人也 应的那句话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匪复 我几次难以启齿 要跟你讲 让你替我报仇 我都不敢提 那等于给你添事 你一个山里的秀赛 他住的太行山呢 这是县郡的 你有什么力量 跟一线的公安局长 法院的院长来抗衡 所以我怕给你添麻烦不提 但是没想到 报仇报得这么容易 而且是亲手 高兴 天往回回 疏而不漏 这些该咬都这么死 该咬何离死 井里死不了 有的调井里没事 这王文林王先生 调井里了 没事 王文林王先生 秃脑的 大年轻的时候 没头发 走着走着 大伙一回头 王文林大去了 这一井 是不是调井里了 有一位喝多了 姓李叫李月明 过去 没有 这是一小肚 小肚 像话 王文林这腿 到现在有点毛病 真的会摔的 所以他人先下去 井盖下了 又把他腿卡在里头 大伙不知道 应该先拽井盖 就一拽他 刺拉一下 这腿受点伤 几十年 到现在 就是说还疼 哎 你看这也算叫井里头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所以你该论 何离死 井里死不了 哎 这个并不唯物啊 我在这不宣传 封建迷信 那么爱卿呢 病了 这地方您听啊 他跟美女 并没有关系 这一块 还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那么他要跟美女 发生关系 美女不让 在阴间找一替身 因为他就是妓女 钱不用你给我给 那么他跟爱卿 顾爱卿 是有关系的 他现在美女抱完仇 他马上想到 顾爱卿 这人头稍微刺点 所以风云亭的爱卿 病 法媚老太太 老长 这是说的 一个老弟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你的仇也报了 你身边投胎去了 那么风向我要问问你 当初你救我的时候 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毁无断粮 花以重金 等于把这间房买下来一样 把这个房梁 断下来 焚楼 拿火烧 把我救出来 释放出来 你当时跟我说 要毁家 相救 就是你太行全 这个家可以不要了 打算输我 这个话 还算不算数 风云亭一听 扑龙一下站起来 一脸啊 正色 当然算 一定是算 尤其跟你说话 为什么 十年模一见 都说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你一个弱女子 还是孤魂野鬼 被驱含烟十六载 你报仇 这人多有平心 你得意识坚强 那么我一个活生成大男人 我说完话不算 那还够人格吗 卢博染造 一定是算 只要能救你 你说花多少钱 只要我有 不偷不抢 不摸不拿 我全花 不用 我也瞧出来 您胆子 你胆子很大 这封云亭这秀 他胆子是大 您懂了 墙上一吊死鬼 他跟吊死鬼 能聊天 还主动相救 然后阴间的女鬼 跟他一块睡觉 他不害怕 这人 胆子太大了 您又有这样的志向 又有这样的胆子 那么您救我 就省事了 实际十六年前 奴役时 就是我死那会儿 已然我就投胎了 而且让我投胎一好人家 因为我屈死了 我又没缺德 我又没犯错误 到阎文爷那儿 阎文爷当时批了 转世投胎 投胎挺麻烦 六道轮回 十年援军都判完了 把你的一生功过说了 你不一定脱上人 男的女的 父的见的都不一定 这是你下班判军书 不是说你拿着判军书 就走出去了 得带着你游历阴间 让你看 什么叫十八层地狱 什么叫刀山火海 哪叫沃古村 那一块条 全得瞧一遍 都瞧完了 到鬼门关那儿 还得喝梦魂汤 把这边的事都忘了 有的人比较违心 他就说这人经常 犯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现象 哎 这我怎么觉得 我这地儿来过 或这事我办 或这人我认识 其实不认识 他就说你没忘干净 孟婆那汤啊 那天给他扫 或者说不浓 对水对得多那天 也要没喝的 对不对 你要听我说书 说三道杯 有一王七王的人 生儿自知 没喝 简单说吧 他没去 他领了 叛军书了 应该投胎 他不投 他跟严军对呢 他说我没报仇呢 援军说 自有替你报仇之人 不成了 我要亲自报仇 因为我太远了 害我这人 连我面都没见过 就这样的草间人命 为什么拘火不拘他 把判官问住了 判官一看 年纪轻轻 一小姑娘 黄花大姑娘 问他自己没词 翻了呢 看看点石某 他还要夺着羊兽 有夺着兽数 这一查呀 还得活十六年 为什么还活十六年 就是点石某 他把他妈在阴间 做了好多好事 替他输 他这办一块事 我们这干一百件好事 这么输 所以功过相抵 他还能活十六年 那么应该他问哪头 今天他要跟风云廷说 十六年前 奴家一时 已然投延安展校联家 延安府陕西 有一个姓展的校联 就是举人 我已经他们家投台了 那生了一小姑娘 生了一小姑娘 可是生了一小姑娘 我那活儿可一直在这儿待着 等于那儿呢 是一枪子 说这人没有活儿 能活着吗 哎 这也是这一段 普通灵聊斋的 又一个新笔法 不管是活着 元神出窍了 这枪子 这肉身 就不能动了 那缺管理就这样 缺管理为什么缺一条腿啊 就因为他走的功能太多了 走太远了 等他回来 这狗已经把一条腿啊 就他这死尸 已经吹了一条 就半条件了 等他再回来 这肉身不可修炼 不能弥补 所以他缺管理 现在 阴间替他输的罪 他哪有多活十六年 我要投了斩家了 斩家这个姑娘是行尸走肉 我这活儿在这儿 等于那是个傻子 不懂人间的事情 后文书记就知道了 他怎么不懂 那么现在 你不是想救我还阳吗 而且想娶我吗 我当初许给你的也快退现了 你强行求婚之时 我告诉你 假以时日 你问我具体哪天 我不知道 今儿报了仇了 我就告诉你 唯一一期不愿意 坏了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你呀 来一趟 陕西延安族 展校给他们家 到那求婚 你娶的这傻姑娘 你娶的这傻姑娘呢 你这么去 咱俩还是见不着面 做新囊 富贵求婚 这个地方写的好 也是别的鬼故事里没有的 做一新囊 拿新部做一个格囊 布囊 我这活儿搁在这里 你得背着 背到了 阎安府那儿 见着展校里 我这活儿跟那肉身一合 他也明白了 咱俩也见着了 这倒容易 买块新部 做一个布兜子 这很简单 但是有几个问题 咱们得商量上去 美姑娘 头样说 我跟展校里 我们俩这门不当户不对 秀才呀 跟举人呐 您别看 从学籍上就差一级 但是在过去天壤之别 秀才是老百姓 举人就是老爷 所以半斤中的举才能疯了 他为什么疯心喜若狂 但是 唯独 聊斋里的举人 一个好的没有 就因为 扑秀才 一辈子没中 他七十时候还参考了 扑宗陵七十岁的时候 还最后参考一回 所以在扑宗陵的聊斋序里边 叫做愤成此书 愤怒的愤 不是愤青 是愤老 因为愤青是指愤怒的青年人 他是愤怒的老年人 他受不了了 所以我才给您说过 苏丘里边 杜鱼这些故事 写的太深刻 书虫子都考不中 那谁能考中 他咋自己比的就是 鱼汛酒啊 普通的呢 他都塑造成这人物的 每天吃书喝磨 八百多年的道行 杜鱼变化 书虫子 就是书里的小县城 他的没考中 所有的书全来的杜鱼装盖 最后名落孙山 他不弃死等什么呢 所以蒲宗陵写的文章太狠 骂氏骂得太狠 蒲宗陵 他考试不中 他认为考中的那里的 举人向连宫的 有大半都不如自己 这是他在多少篇文章里边 聊斋里他的小说集啊 同志们 他的故事集 蒲宗陵文集不单单是这一点 这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他都提出过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在辽斋这故事里 你看 只要这人是笑的 是举人 好人少 都是不怎么样的 他骂人家 那么这展笑的 他能看着我吗 人家 在陕西延安府是明文万古 我呢 是太行山 现在就老区啊 说白了就不是富庶的地方 我是山里边的笔穷秀才 我到那我说你把那千金的规格 小姐 给我 人家能干吗 不用操心 不必操心 美女一乐 你到那一求婚准成 因为你不了解他的情况 甭说秀才 就是打财的 网鱼的到那去卖肉的 他都嫁了 我说是啊 好好好 那么我做好了新囊 我到那去 见着这位展示小姐 我怎么把你释放出来呢 你们俩怎么合体呢 有这事咱没经过呀 是当时喊 西瑞西瑞 还是小雨桌忘花 还是怎么一变 反正是 能量块接下来 是怎么着呢 他反正总有一个变身的办法 以鬼囊挂新人手 有个咒语 很简单 四个字 勿忘 勿忘 别忘 就这么简单 您记得不 好 我修他呀 这四个字我还记不住 以鬼囊 装鬼的囊 挂新人手 哎 勿忘 勿忘 可有意见 道上 甚乎 这里边是关键 写的戏 这路上 你可别叫个名字 也别喊这句话 你也喊 我就出来 可是当时 有谁算这 我 etc derecho 就进去了 万一 有一石荒 的老大爷 同一样说 我得跟他里面那活 要斗争 爱燃 就脖子 掐出去 我进去了 我再上别的 就出不来了 除非有一荒唐鬼 跟我一样 他再进去 把我踢出来 再说 你还白含一条人婿 对不对 到时别喊 多子 见证 展示女了 反正 挂在这脖子底下 你再喊 好嘞 那我准备一下 去买布去 买这个青布 新的青布 就是咱们做黑菇 用的那 做一个砂囊 那很简单 是不是 就是两块布一缝 缝完一掏就行了 弄一缩口松紧口 把手撑开了 晚上一叫美女 美女来了 把这口刚一撑开 美女这个活 以月囊中 没话了 蹭一下心情 把这口一缩 就戴在自己的身上 赵狂进千里送经粮 封云亭 千里送孤鬼 戴在身上 写得好 这里有感人 简单说吧 到了 陕西延安府 一打听 还没别人 姓展的孝林 就这一家 在当地 确实名文旺族 很有名旺的一位 展孝林 打听打听吧 展孝林他们家 有没有一十六的姑娘 这一问呢 乐得大了 怎么 整个延安府 没有不知道的 展家这位二姑娘 展家头大的 是个小子 二的是个姑娘 今年一十六岁 原文正写 人长的这个相貌啊 叫做极端美 不是极端的美 是极 极品的极 端端的端 美丽的美 并不是说的极端的美 不是这么连句啊 这是啥端 极端美 就后代的美丽 还很端庄 他没法不端庄 没人家傻子 在美丽跟端庄的后边写 持绝 这多狠 持就完了吗 持绝 要多傻 有多傻 光傻还不行 长得那么漂亮啊 蛇不能说 皆因为当初美女 是吊子鬼 这头安胎啊 这蛇头老在外面身 这斩家这二姑娘啊 蛇头回不去 蛇头回不去都不好 但是这个形容词 太难了 不足灵质真损 他说斩家二姑娘 这形象四个字 如犬 喘日 我都不给您削了 您都见过呀 每天您做梦做梦 家里边天天上演 巴布洛普学说 每天展销点功课 就研究这一个呀 条件很瘦呀 你多么端庄挺漂亮 一个姑娘十六了 天天在屋子里头 舌头经请长老喘 如犬喘日 又持觉 这能有人要吗 一相亲就吹了 所以 年十六岁 无人问名 像这个家庭的女孩子 过去来讲 因为过去提亲早 十三次 那就提了亲 十五岁后 最多一大官就嫁人了 过去女的结婚都早 这都年十六了 无人问名 甭说嫁人 连个提亲的都没有 连个打听的都没有 不用打听 满城风雨啊 展家里 傻儿姑娘 跟狗一样 身着大舌头 天天老蠢 要谁也不能要她 那么这个信息 风云亭 这么一了解 明白了 分情一责布 我也够难的 我说美女 告诉到这来 一说准成了 我好歹有公命 我说秀才 是不是 我长得不错 我到这一求婚 那非得给我不行吗 可是美女说 那个要零 还好吧 我望望 孵一下活进去 回过来了 那都好吧 要往活进去咯 这母人不改 这可也够闹得很的 听美女的吧 第一名字 就名片 拜见展校莲 规规矩矩 校莲工不知道哪的学生 持弟子礼 因为您是学界前辈 说白了吗 您是大学水平 我是中学水平 我向您来学习了 很客气的 把太行俊的秀才 风云亭 让到父亲家中 一瞧 嘿 长得也好 这个学的也不错 简单的一谈话 很赏识 风云亭 问问天 没问出目的了 就是来到了陕西 阳安府 文厅 校莲工 您老人家的学名 很多人向我推荐 要学习 上您那来 所以今天 斗胆造次 拜望您日后 短不了 长登您的府门 有遇到疑难的问题 要来求教 说话又客气 态度又好 长得又好 学们也不错 这就叫上人见习 第一印象很良好 切入围着 那么展校莲 对他这个印象很好 他自己也有感觉 三连两语 告辞 出来 这是求婚的先步 不认识 贸然的就去求婚 那不成 人家就起个戒心了 你要干嘛 拜望完了 这才脱梅 原文写的干净 寄出脱梅 打那一出来 马上就脱梅着 穷光蛋的 他并没有多少资产 他在太行家里边 咱前文是说了 小康是家 小康是什么 能解决温暖 那么他在郡上 买人家屋子 烧人家房梁 积蓄其实花的差不多了 他到这来 不能说深屋分文 反正是不富裕 那么梅人呢 一开始一听这事 真是不大想管 为了梅人要去说 也得把这事说成了 就拿现在婚介所来说 他要给你推荐的时候 他要提他的成功率是多少啊 我们这一共每天 有二百多个青年男女来 一对都不成 那谁还来呀 而且还得把成功的 请来献身说法 他能爱他 他能爱他 我们这很成功的 那才行呢 过去没了 也注意宣传呢 这个几乎的可能性为零 你假如风云亭能说呀 紧着秧给那媒婆 又给了好些钱 媒婆来了 到这啪啪啪一说 我先开始找展校联 不知怎么是 他们家没有媒婆来 年十六岁 无分明者 没人问他 媒婆一来 要是给头大的提婚 叫展大成 他的儿子 校联可没名字 展大成可有名字 你这书写的好啊 他爸爸 姓什么叫什么 不提 就说展校联 他儿子大成可有名字 这就是有书的地方 那他已经贴过了 是不是 我都抱孙子了 那您给谁贴 给二姑娘贴 二姑娘您见过吗 没见过也有过耳闻 这话那就明白 我们知道他的情况 谁的 山西人 山西人也是个 有公平的小伙子 秀才 叫风云亭 都前面再来看过了 那孩子挺漂亮的 挺精神 他干嘛 他想娶二姑娘 真有心说不给 为什么 把孩子耽误了 那这孩子挺漂亮的 挺精神 挺文化的 我的文美啊 我的家庭嘛 不如他 他够不上 他巴结着我呢 但是这二姑娘 太难了 是您找的 他拖着您废话 可不他拖着我吧 我疯了 不管这 你也为您家这二姑娘 好 香喷宝贝 似的 不是 不好往外推着呢 是是是 您别 这个有一个条件 我隐婚可以 也就是说我这二姑娘 跟着她 不行 这是展小姐 心眼多的地方 为什么 他二姑娘受委屈 您怎么这么一个 家庭的小姐 又是傻子 模样挺好 有点毛表 跟着去 到了外省 外县 头一样说 陕西阳安府展示 家丑外扬 人家都知道了 另外 跟着到婆婆家 不管婆婆家 有什么人 肯定是瞧不起的 而且 我这闺女 什么也干不了 打小妈也不会 什么叫 这个 缝缝补补 啊 针线活 做个饭 全部都会啊 所以 如果 这个风云亭 他在老家 没有别的人的话 他要同意入赘 我就同意 微会儿一听啊 对了 他来说了 就是这意思 因为啊 他没码 他啊 娶您这个 不娶 他嫁到你们展家 就你们展家人了 改不改姓 你们翁绪商量的 来 你要同意 咱们就断 斩销了那还不办 头一样先入为主 他对冯兴廷有好感的 二月二天一提亲 这个条件 他同意 另外 总有一分内疚 觉得对不起 那小伙子 同意了 封云龄再来 可就不一样了 孤老爷了 到门口 那就不是一般的进去 跟上回不一样 上回帝完明事 恭恭敬敬 跟着家人进去 这大夫大夫在门口 展大成得出来接来 这是大舅哥 一会儿 您跟我来 到里边拜堂吧 拜堂好吧 有盖头 也看不见什么 无影 就是展示 老两口子上座 俩人跪在这一颗头 夫妻对拜 拜天地拜高堂 夫妻对拜入洞房 到洞房里边一掀盖头 封云龄这么一瞧 试试吧 可就把这个布囊拿出来 他刚拿出布囊 一掀盖头 嗯 这可了不得 怎么意思 这傻姑娘 展二姑娘 看着脱衣裳 这细节写得也好 了得 也好 其他的一些个 古代的小说也好 写的都不脏 他要有淫秽的内容 我也不能做这肯金书 他为什么要写 二姑娘这动作 两口子也不成 这是过去的礼法 在家的大姑娘 黄花大闺女 不是村妇老娘们 当着爷们 脱衣裳睡觉 咱们不是 有礼教的 具体什么步骤 我就别细说了 这个刚把这个富贵青砂囊拿出来那儿拖一荒膀子 坦露露露 这一下把风云亭闹一大红脸 为什么 他得 记在 向下 挂新人手 我学游戏 他得挂着 刚走 这没说伸手了 说连口子怕什么 那也不行 这要做劲 您听着不叫事 过去那个年代 这是绝对不行 那刚行完里 到洞房 他也是搭着急劲 也招点急 把这松筋口一打开 噗 给上二姑娘套脑袋了 这您倒经常看见 穿的比较暴露的女性脑袋位于黑套 让民警同志 摔小霸郎里给带着 后边还有大哥光着网头 无脸 这跟那不一样 所以里边把那四个字的咒语 想起来了 哇 哇 你伸手 把这青砂囊 扯下来了 你说这玩意 舌头回去了 这跟变戏本一样 您琢磨 坦胸露乳 挺漂亮的一姑娘 坐在这儿 伸着挺长舌头 能全传日 那形象实在不好 我也没关系您小 这青砂囊 往脑上一召 一喊这乌汪汪汪汪的咒语 再拿下来 舌头先回去了 而且俩眼见青 但是 但是 直够够 瞅着风云亭 看得出来 琢磨这人是谁 定精则有 转精则无 那我们项目要不要这么句话吗 他看着这儿看 但是啥 跟刚才没什么区别 他过去 他过去就看着你 他想 他动眼睛 这男的谁啊 你看他有表情了 欧云亭乐了 点炸个胆子 杨子 忘小生爷 你忘我忘了吗 这句话一说 再看斩家二公尿 铺吃一些乐了 乐完之后 这个写的也是戏 就普通灵确实 他这个写东西 一般的做 咱们也能说他写的好 他投了铺的 这地方必然要有用 一旦明白了 他铺吃乐完之后 底下的动作 眼睛 一睛 眼睛 他还挺 知道海藏 脑袋一滴 不原因 他眼睛 封云亭脱衣裳 封亭不是什么老实孩子 你要听前代书 咱们一代说 封云亭 几次跟美女求婚 美女都不同意 甚至于召集 那么也就是说 他对于 头一样说男女 两性的关系 他很开放 另外 他施恩于美女 他认为美女 报答他 这是正常的 这也是 他的人格 不完全高尚的一面 这是施恩图报 打这说 两个人 欢迎解代 孤入罗维 孙日清晨 达旦 到第二天 你说现在叫他斩女呢 还是叫美女呢 都可以 有老先生的说书呢 这地方给他起名字 就叫斩梅 姓斩梅花的梅 姑娘起这名字也可以 把您知道 他是美女的魂斩 而姑娘的身子 就是了 风云亭的媳妇 还睡着 风云亭先起来了 正束口 提脸 外表人听动静 郭老爷 哎 老爷说 您要是起来了 上头里有话 跟他人说 哦 这就来 怕入罪人家呀 哎 所以 对着老丈呢 叫霸 不是崩序相称啊 赶紧到头了 老两口呢 已经吃完早饭了 吸着水 少年宫吗 哎 哪本书 正看书呢 一看啊 姑爷来了 把这书撂下 冲老太太一实验证 老太太躲开 屋里没别人 因为你来我们家呀 你也没见到我闺女 没婆子 怎么跟你说的 我也不知道 昨天呢 外边 拜长城 今天他盖着盖头 晚上这一栋房 你可就都明白了 不是说我 少年人家 直书打理的 这么一个家庭 书香门第 我们骗婚 是您提出来的 要去我的二姑娘 大老丈 不能问 昨晚怎么样 那不能那么多 这个这个这个 既然这个 所有的情况 现在你也已经 动气了 已经了然了 那么 我怎么弥补你呢 我俩二姑娘 确实难点 甚至于说 在结果上 都有的一点 人什么意思 不是他这个 家中 土贝甚多 颇有几个丫鬟 容貌较好 你的身份呢 比我们家低 你到我们家来 我不嫌弃你 那你就别嫌弃 我们家丫鬟了 如果我能跟 我们这二姑娘 长行厮守 过长了的话 家里边的丫鬟 你随便挑 您就知道 在封建时代 这个女权 确实谈不到 男女权是不可能的 他为了弥补 他对封云亭 这个歉意 他让封云亭 在他们家挑点 丫鬟 出气 封云亭乐 好啊 这个挑俩姿势 得挑俩 像您说到这 我也闻客气 因为爸爸 您那也知道 我家里没别人 我原先有媳妇 这咱们情况都介绍了 她媳妇死了 病死了 但您这闺女 没什么不好 长得又漂亮 又端将 而且识文段字 知书达理 等会 你说我呢 还是说我闺女 向阳文帝 纯长在吉陕之家 庆有余 中后传家酒 诗书记事长 不透我们家 辈辈辈念书 您到陕西延湾图 打成斩家 我不是一辈 校联工 家里边你看 祖宗词堂 校联编好几块 那我们包括 你的舅爷 马上也要 中举 要好事情 我这闺女 怎么会识文段字呢 再说她这个容貌 也谈不上端庄 她 不没问题啊 我跟您不能说别的 我们俩昨天聊了半句啊 聊半句 聊什么呀 我二姑娘 实觉呀 什么都不懂啊 什么都不认得 就是有人给 喂饭就吃啊 还不能咬 不然你咬 先把自己舌头咬下来了 那他瞒他就 吃酱糊呗 这活着十六年 费劲劲了 怎么跟你聊半句 我不是问 不能把老太太 找来 把爱人也给请来吧 爱人一听也糊了糊涂 这个 我这么跟您说呀 您也 不老相信的 您这姑娘 这毛病没有 您要不信 一会儿他来了 您瞧不就完了吗 是是是 那那那 去 派人 把二小姐给 领来吧 干嘛 把他领来 派人 他自己不会来 我这起床了 上您那说半天话 一会儿他起来 自己就来了 自己能来吗 和十六年 没主动的上他爸 他妈这屋呆过 他不懂事儿啊 真正说着呢 就看那丫头老妈的 这根头就进来了 西平原来 爱人大事不好 何时惊慌 二小姐 她来了 老两口子哭了 老两口子哭了 老两口子出去瞧瞧 爹妈接闺女来了 到门口东西 抬头就愣了 舌头也回去 模样也不一样了 而且脚了脸 开了头了 一下 变成一个少妇子 装扮了 是迎迎下在 遵了一声 爹叫了一声骂 老两口子 我闺女搂的怀里 真得说是 霸头痛哭 高兴 哎呀 这是哪个事啊 这姑爷昭吵了 我来吧 您再瞅 风云亭 刚才坐在这 是鸡子鸡鸡 腿一大 这么多 您再找这会儿 直着皮腰来 大腿筋刀了 为什么 在人家里当重罪的姑爷 在过去 是 很不体面的一个事情 甚至于说 都到不光彩的份上 在外边 人都要说你的闲话 那一定是受气 而且生了孩子 不能够姓你的疯 要姓斩 那是陆坠的姑爷 那么你走梦走梦 你们家这傻姑娘 当初那样 现在 我已经 给事成这样了 这还有得说 有点羔羊点 老头这儿呼不得大 哎哟 老两口子一手 一边一个 扎着姑娘这手 这怎么聊啊 问哪 问那那事 什么新鲜 什么都问 就捧怕这姑娘糊涂了 问着问着姑娘 明白了 为什么 原先是傻子 现在一明白 他们不信 问的话 都是问小朋友的话 冷不冷 热不热 口不口 饿不饿 请问这个 姑娘脸红了 爹妈您别乱了 我明白就是明白了 没什么事 我回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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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大成在家的时候 跟你哥哥好好聊聊 啊 见你嫂子 你的 小侄儿 都得见见 嗯 挨着牌子 厨子老妈子 啊 车把门把 全来见二姑娘嘞 说是来进见嘞 头样被淘点赏 二爷们被瞧瞧这个 新鲜 真有几位 是从小把二姑娘抱着大的 这舌头弄回去了 这头样瞅着就可乐 就新鲜 对这姑爷 奉若神明 吃完饭 爸爸您把这个丫鬟喊出来吧 我过一遍 过一遍想话 我闺女不明白 我找不找不你 我闺女明白 我闺女还碰一不上你吗 翻了 矛盾出现了 就这闺女 不明白是傻子 什么都回不去的时候 虽然你家的阶级 比她高 但是在男女 两情的这个关系上 你处于劣势 你们家的闺女就是不好 人能要 这是很大的人情 那么现在 我的闺女好了 我要这闺女 知道能治好 我就不给你了 文当户对 甚至于说 这么漂亮端庄 我校联工的闺女 就给了 阎安府的福音 他们家要有门子 都配得上 还给你丫鬟 那能够 招家里面养老姑爷 三妻四妾在我们家 八个丫鬟 有六个都归她了 不能够 老头这把脸呢 往下一沉 这事啊 不同意了 当然那新婚宴 跟美女的那种感情 有患难之交 生死之交 由死到生 说生死之交 都是由生到死 唯独她是由死到生 所以她这是句玩笑话 那等她 您不给不要了 没什么事 我回屋一会儿吃饭 含不凉口 大成回来了 兄妹相见 自有一般感慨 不必细说 但一家人不明白 这风云亭 有什么能的呀 除了学问好 长得好 难道还会先书不成吗 那么大成 与这个风云亭同学 怎么个同学呢 就打这一块念书就不 养老的国云亭出不去了 你就在这带着吧 这一念书啊 感觉大成的学问啊 比风云亭还差点 先开始俩关系很好 慢慢的呀 这大舅爷呀 对这妹夫 可就有点成见 因为这个妹夫不太客气 对老爷子还行 对他老丈人 展校园还行 对展大成啊 原文正写 礼稍谢 在礼书上稍微有点懈怠 那具体到什么方面呢 就是说话的时候不那么客气 可你在人家入罪 你要明白你的关系 展大成对于他把妹妹治好这个事情 本身就有疑惑 现在他又有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展大成心里不太高兴 底下的奴才都是看家主的颜色 敢展大成再跟风云亭一说话慢搭了音了 底下人呢 可就不那么客气了 叫您事儿顾了 有点好听的 您是一个穷酸 说白了 穷小子 到我们家 您一下一根都遮皮药里了 您每天要吃要喝 每天书房里摇头一步晃 知乎者也也也也 三字凌破绝性 签字文 啊 西匹二黄帮的枪子 您的迷恋 拿您作为作福 您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家伙对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不仅有所改变 背着他的时候啊 咸言碎语可就来了 没有好听的 可是 展家的二姑娘 跟姑爷风云亭 也看出大家这个变化来了 这天 这个美女 她可就跟风云亭说了 孟家不亦久留 你再待下去 可就要打起来了 趁着现在 没有大戏大怨 大戏是强戏的戏 没有大的裂痕 没有大的怨恨 赶紧走 风云亭一听 对 我那老丈人 老丈母娘 大舅爷 大舅好 家人一家 下人 现在对我 都有看法 尤其那底丫鬟 就把不过老要 抱战他们似的 其实当初一句戏言 跟老丈人提吧 好 这一下惹过了 父兄揭怒 风云亭提出来 要带着走 这个触及到当时 封建礼教制度的根本 你是入赘的姑爷 你带着我回去走可不成 父兄大幕 当时就跟风云亭 瞪眼了 那么架不住 两口子意志很坚定 非要走 展校联的 使一绝招 怎么 不予鱼费 马匹车鱼 这钱就是车钱不给 你走 你没有盘缠 你回山西太行 我不给钱 那么女次出庄联 那也得走 赶上私奔了 这个在过去 封建社会的时候 这是展家 校联家 七十大 那么风云亭 可就带着美女 或者说展家二婚女 回转太行 那么展家这二姑娘的 这个庄联积蓄 还是很不少的 除了这趟的路费之外 回到了太行 又重新 买房的买地 供着自己的丈夫 风云亭念书 但是展校联不干呢 展校联几次 太人到太行 找自己的姑娘 劝其归宁 就是回娘家 那么一直 展示女或者美女 不同意 到最后来人不见了 一听说 是从阉安子 娘家来的人 不见面 带来的东西 料去 管你一顿饭 回去我没有路费 没路费 给你拿东西 回家 不理 两家室 从水火 但是 由于 副宗领 考了很多年室 他没有考中 所以他对校联 极其的有意见 在这一段的结尾处 他很戏剧的 写了这么一句话 直至风云亭 风生 众校联 两家室 通好 就说校联家 多势力 也就是说 这人一种个秀才 那人就全踪过去 所以他是 这个 校联 视这个举人 如粪土 最后这一句 就是 他认为 这个展家 太势力了 太红眼了 所以他说 种校联后 二家室通好 那么底下 他对这一段故事 评论 倒没说这个 他主要说的是 一个姑娘 报仇 隐忍十六年 和典史 为了三百钱 害人命的这种 可恨 他又重新 阐述了一遍 在这个故事后边 他又赘述了 一个小故事 今天在这 我就不给您说 后边这小故事了 留着您自己 完成这作业 回家 您翻开 聊斋原文 看一看美女 后边的这个小故事 福松凌也写得 非常的传神 这一段聊斋志目 输说至此 是告一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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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